这是周末了啊 星期五 这个节目呢 今天虽然正式开始了 很荣幸啊 我们导播这个独处 我暗时开始 今天这个话题呢 讲这个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这个关系 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他这个表层上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我看到哈佛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拜登 这个祝贺他 担任美国的第四十六届美国总统 那么实际上哈佛大学对川普当局的这个态度呢 在某个意义上跟深层的意义上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美国的这个知识界 科学啊知识分子这些人 对这个川普当局的一个看法 也在等于是在某个意义上是这个啊 国家安全啊文化战争 当然还有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政策和利益所在啊 这些方面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川普当局和哈佛大学的关系呢 来看美国当今啊 在一种撕裂这样一种对峙啊 这样一时意识形态的这种几乎是无法调和的这种状态 那么再去通过这样一个解剖呢 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川普当局他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 哈佛大学他跟川普啊这个要别扭啊 他的这些道理又在什么地方啊 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啊 这是我这个做这个话题的这个来头 那么哈佛大学这个校长这样一封啊 祝货拜登啊 先生当选为美国这个啊 去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一封信呢啊 大概是在这个这个星期一啊 这个周五的星期一啊 那么一封是信 另外一封就介绍了一个哈佛大学校报的一个采访啊 那么就把这个信的内容呢 也做了一下跟记者的一些对话啊 那么哈佛校长呢 他英文就叫Laurence Barco啊 这个跟我那个时候在时候的校长是完全换了 应该是一个两个啊 我走了以后哈佛大学换了一个女的校长啊 现在换了这个巴口啊 巴口呢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啊 叫白勒类啊 白勒瑞啊 校长Laurence Barco啊 他有个名字叫白勒瑞啊 这么他呢在这个信里头呢 提出了一些啊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四个方面的 这个对拜登总统的这个请求啊 或者是建议 并且呢把他的请求和建议的这个啊 理由呢 在这封信里头呢 也做了一下阐述啊 那么这个信呢 开场就说啊 恭喜这个恭喜这个拜登啊当选 那么我把这个信啊 他也原文呢 给我们导播 让他一会给大家贴出来啊 嗯 然后呢下面就把自己的一些要求和想法和建议呢 他就提出来了 那么我归纳了一下呢 他给这个拜登先生啊 提了四个要求啊 四个要求 那四个要求呢 第一项啊 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要这个拜登啊 在对川普政府的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啊 进行这个拨乱反正的时候呢 他要拜登当局优先或者毫不辞意的改变当前美国的这个政府实施的这个学生学者签证的这个政策啊 这是他提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学生学者签证的一个政策 你要优先的改变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 放在啊 他用了优先或还有加了那么加什么呢 要毫不迟意的啊 要来改变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 大家可以想想他把这个优先提出他就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什么 另外一个呢就是恢复童年来美的暂缓遣返计划啊 这个叫英文叫DACA啊 这个DACA的这个东西呢 是啊 这个奥巴马当局时候的一个啊 然后呢 他奥巴马当局把这个政策自私 然后到了川普当局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事情啊 基本上给给断了 给断了 嗯 然后这个哈佛校长要拜登再把这个给恢复过来啊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冲着这个啊 啊 拜登团队的嗯 用的大量的这种奥巴马 时代的原班人马啊 再加上这个奥巴马 这个破规矩的啊 几乎是 我觉得是罕见的啊 在这个啊 以前任总统的这个身份出场啊 穿着衬衣 晚的袖子 拢起胳膊这种为拜登先生这个拼命的这个啊 这个助选的这种架势看呢 啊 拜登先生在这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会满足这个啊 哈佛大学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听说他也要啊 拜登先生已经说了 要恢复这个打卡的计划 这个打卡计划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 就是说啊 对那些啊 被他们被他们的那个父母亲给带到美国来的这个孩子们啊 那些父母亲呢 他是基本上是非法的啊 没有公民的资格 在美国的他没有这个合法的这个这个居住这个资格的这些人呢 他们啊 呆在了美国 呆在了美国 然后呢 现在这个东西是有争议吗 所以说 现在哈佛校长他关注这个啊 他关注这个嗯 嗯 我估计呢啊 跟我下面谈到的一样 就是说这部分人里头呢 估计有一部分是哈佛的学生啊 他这里头信里他没有明说 嗯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要这个呼吁这个拜登重新恢复 对来自冲突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的临时保护政策 啊 就是因为他自己很明说 这个政策呢啊 庇护之下 有不少人在哈佛读书 那么呢 希望这个拜登先生把这个冲突国家啊 一些个人在美国的临时保护地位的这个移民政策呢 也给他恢复过来啊 这是这个啊 第三个啊 那么第四个就是请求拜登政府呢 要结束对川普啊 对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啊 这个如果是从这个国家的政策来说呢 他跟防恐有关系啊 安全有关系 当然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呢 他提出的四点啊 都跟这个移民改革政策有关系 他最大的关系就是说这些啊 政策影响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学者的来源 啊 你想学生来讲 所以在根本上的东西呢 就是说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这份信呢 等于是相当于一个公 哈佛大如果是工厂的话 他需要有原料啊 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运到哈佛大学来 然后呢 他的工厂里进行加工 那么如果这个这些学生全球各地的这个最优秀的这种原料 不能来到哈佛大学的话呢 那么这个大学他就不能保证自己生产出最优最优胆的一个产品啊 所以简单说就这么一个消费者和这个这个生产者的这么一种关系的一种解读啊 这是我从政策角度的一个简单的解读 那么这个信呢 除了他祝货拜登当选之后呢 那么就是提了这么四个啊 非常具体的这些要求 那么这些要求呢 都是基于对川普政府的批评啊 批评啊 因为他说这个川普政策呢 在移民政策过去啊 对这个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投下了这个阴影啊 那么由于这个阴影的存在呢 过去四年啊 过去四年 这个外国学生啊 这个申请每个学校的这个比率在在下降啊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原材料的这个来源就受到就受到影响了 所以说这是哈佛大学校长啊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他呢 在显示出这种担忧的时候呢 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啊 比较高大上的一个理由啊 这个理由呢 我也把它提出来 因为人们啊 在追求一个政策诉求的时候呢 他一定有一个这个高大上啊 这个或者叫理性啊 比较理性的一个支撑基点啊 那么哈佛大学这个信呢 他提出这个四个要求 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点上呢 他说这是为了必须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继续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 因此呢 以美国的移民政策 他的基点必须是啊 鼓励这个人和思想的合法的流动 流动啊 就是让他流动起来啊 你不让他沉死水啊 要承认啊 移民对美国的这个贡献啊 而现在的移民政策 在鼓励移民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方面呢 是做的远远不够的啊 远远不够的啊 这是他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理由 就是继续保持美国啊 再要要领先 然后他提到了啊 在过去九个月啊 再次证明了外国出生者 也就是移民在美国的这个啊 关键时候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啊 这个新冠期间啊 研究和治疗新冠疫苗的这个科学家呢 啊 他们有一些接触的科学家 就是来自于移民的移民啊 那么这里面提到一个就是摩登纳啊 这个生物技术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啊 啊 他的他这个英文名字叫摩巴阿富汗啊 那么中文名字翻成阿富汗啊 他说这个阿富汗呢 在贝鲁特长大啊 麻省理工获得的博士啊 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啊 他在这个摩登纳公司啊 搞这个育苗的时候呢 发挥了接触的作用啊 就是这个他举的一个例子 当下的一个例子 那么他还提供了一个 更加广泛的一个统计数字啊 就是说这个在美国科学啊 委员会估计科学和工程啊 等高需求领域的美国博士中呢 有50%来自于外国啊 这个2000年以来获奖的 化学物理医学奖的科学家中的 37是移民 那么1998年之后呢 哈佛大学获得这个 获奖的13名科学家中呢 有5名是移民啊 所以说他就是从当下 还是从这个长远的一个 比较的数据来看呢 这个他认为啊 开放性的啊 更开放性的 有可预见性的这种移民政策呢 有利于这个美国这个科学的这种竞争啊 保持世界的领先啊 所以说啊 听起来呢 这些话呢 这个 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啊 但是这个 你们下看啊 你们就知道 这个 不是看他讲不得有道理啊 而是看看什么呢 他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讲这个道理啊 他如果看看下面我谈到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就是哈佛大学这个校长啊 在写给拜登先生这封信里头呢 是不是仅仅考虑哈佛大学自己这个生产车间的这个啊 生产啊 最优产品考的多一些 而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美国的整体利益的时候呢 他考虑的少一些啊 这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嗯 谢谢杨茂森 现在好几年不看小平 老了不少啊 是啊 这个不老的是妖怪啊 何况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啊 美国的这个特殊时期天天让人要思考很多问题啊 今天谈哈佛大学这个问题 那就是一个让人这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啊 我也爱这个学校啊 他确确实实对我的人生中这个啊 经历有重要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 基于他在美国的这个地位和当下的美国这样一场意识形态对峙 美国的这个啊 文化走向啊 等等一些问题上的他的作用 所以要要来讨论 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 他又又在某位上要批评这个母校 所以说我们底下有人说说炫耀母校 那不是炫耀 在某位上 今天那个要批评这个母校 待会你一下看 你完下看的话 你就发现我到底是炫耀还是在批评 啊 谢谢这个啊 打赏啊 这个今天第一位出手打赏的这个观众 嗯 那么从现在那个来看的这个啊 我刚才已经谈到就是这个打卡啊 这个同年来没遣返的这个计划呢 拜登先生在原来的这个发出的一些信息中呢 啊 他已经表示要恢复啊 另外呢 他也承诺啊 要取消旅行禁啊 这个并让取得不是学位的外国科学家 工程师更容易在美国获得永久拘留啊 而且呢 他也曾提出啊 增加科学学家在内的高技术人员的签证数啊 那么所以说他的这封信啊 提出的一些关于啊 这个签证啊 学生学者的放 给为这些学生学者的签证放宽的问题呢 我想呢 可能在拜登政府当局期间呢 能得到积极的这个回应啊 这个校长啊 我看那个信里头啊 报道中他曾经去华盛顿去游说啊 他说他游说了四位国会的议员 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某个议上啊 让这个啊 学生学者的这个签证问题上呢 国会能够啊 这个枪下啊 枪高抬高一寸啊 让他们有一些这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啊 这个确确实实是个是个问题啊 这个最后伍技没有得到多少积极的反馈啊 所以说他把这个最后的希望呢 就寄到了这个新的美国总统的拜登先生的身上啊 那么这个是啊 实际上在这封信贴出来之后呢 媒体啊实际上就已经注意到就是说啊 这封信实际上是美国政府 白这个这个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在 过去川普当局的四年以来呢 一系列紧张关系中的一个啊 一系列紧张关系中的一个啊 因为在过去这些年来 美国的这个啊 美国政府啊 他基于这个啊 一系列问题的考虑啊 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啊 那么这个政策呢 是基于就是说啊 这个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 还是这个让这个跟这个全球化政策有冲突 还是一系列政策呢 是强化美国的这个啊 校园安全国家安全 反保护知识产权 这些东西呢 很多东西都跟哈佛大学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冲突 在某个意义上 这种冲突啊 是这个东西精英啊 东西精英和白宫决策冲突的这个一个部分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选 为什么这个啊 拜登输了呢 这个这里头的支持者呢 很大部分来自东啊 美国东部和美国西部的啊 那一些大学精英和这个科技精英啊 啊 华尔街精英对于这个 拜登的支持 那么哈佛大学又是这些精英中的这个精英啊 他们对这个川普的反对和对拜登先生的支持啊 通过以前以后的对比的可以清楚的反映出来啊 那么关于这个签证政策呢 我们都知道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哈佛大学和MIT就起诉了一次这个啊 川普政府啊 在那个那个官司呢最后这个实际上没有法院没有正式判 然后呢这个MIT和法院他把官司达到法院之后呢 国土安全部啊表示愿意这个改变这个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一个签证的一个政策啊 那么当时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说 学生落在秋季开学后啊 全面实施远级的教学的话呢 那么这些国际国际学这些国际学生需要回需要离开美国啊 需要离开美国 这个那么这个哈佛大学校校长这次给拜登先生的信就是说啊 他的一个优先考虑就是需要给所有的这些啊 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人发签证啊 不管他们在美国上学 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上学 他给他们发签证啊 而拜登先生的是 拜登先生呢 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 他的这个疫情的政策和 川普先生的疫情政策又是 冲突的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大选辩论的时候 关于把美国封锁起来和把美国开放 这是拜登和这个川普的一个分歧 那么哈佛大学呢 实际上就是说主张一直把大学给关了 而川普当局呢 希望大家把大学给开放了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尽快的进入这个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所以说这样一个政策 最后实际上后面有这个两党的这个政策的分歧 也把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的冲突给带进来 那么这个官司最后啊 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 他最后愿意啊 改变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到一种激烈对峙的这个程度 那么这一次呢 那个哈佛大学校长就明确说 你得给所有的这些 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啊 学者给他们发签证 不管他们在美国还是在在中国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是这个签证政策是造就 而且呢比这个川普当局的时候呢 政策呢要宽松啊 那么川普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让这些人尽量的到校园来上课啊 远程的那就算了 不发签证的 是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这是哈佛大学跟美国的这个川普当局啊 第一场这个官司 这个官司当时受到了媒体的普遍的一个关注啊 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个签证政策的一个问题啊 就签证 但是呢 实际上啊 哈佛大学跟白宫的这个冲突远远不止止是签证政策啊 签证政策 那么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哈佛大学跟白宫自称的这个 那么一个还钱的还钱的一个风波故事啊 这个白宫找哈佛大学还钱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今年4月21号啊 但是在白宫的这个疫情发布会上呢 这个有一个啊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堡包啊 那个那个店在我们家门口也有叫Shake Shack啊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汉堡包里面那个牛肉啊 跟这个麦当劳的这个牛肉就不一样啊 麦当劳的那个牛肉吃起来呢啊 这个比较硬啊 比较硬 而这个Shake Shack呢啊 他的他的这个中午名字叫 我看了Discount叫西克堡啊 西克堡嗯 这个Shake Shack他的这个汉堡的牛肉牛肉呢 他你咬进去你会觉得这个里头很juicy啊 就是像这个啊 很松软里面那个有汁有带汁的感觉 就吃起来很不一样啊 那么我也是小孩子们也喜欢啊 我也也偶尔也去吃啊 这么这么一家店 这一家店呢 他是个连锁店 据说是在加州啊 就是他土豆条也很好吃 然后呢 他呢 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救助项目啊 就是针对小企业的叫薪资担保护项目 这个他拿了美国政府给他一千万啊 那么这一千万呢 实际上对这个公司来说呢 他是不应该拿 那么这个财政部长的这个母主亲呢 在记者会上就提到了这个事啊 等于说这个这个家啊 西区西区可能要把这一千万美金呢 还给美国政府啊 还给美国政府 嗯 那么这个故事一开讲的时候呢 这个川普啊 就把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拿钱的事情啊 说哈佛大学拿了四百亿美金 拿了四 说哈佛大学拿了几百万美金 我看下面的数字啊 下面将近拿了九百万美金的钱啊 也是从这里头拿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后来有还有新的故事 就是说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啊哈这个川普说这个说 这个哈佛这个川普说 我会看一下 我不喜欢哈佛大学做这个事啊 他们有四百美金 四百亿美金的卷赠资金 他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拿走九百万啊 哈佛大学应该把钱给还回来啊 我想呢 让哈佛大学把钱还回来好吧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我们都做不成其他的事了啊 所以川普继续说 他们必须还钱 我不喜欢这样啊 这个钱是为工人准备的啊 而哈佛大学是世界上 你这么有钱的一个机构 你怎么还要我们的钱啊 所以你们必须还钱 你一定要还钱 所以说你看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大嘴巴就是把这个事情 直接一个捅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让哈佛大学 就显得非常难堪 对不对啊 你这么有钱的一个机构啊 号称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大学 你居然还去美国政府 去拿这个输控资金啊 这个输控资金呢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说啊 在三月底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两万亿次击 次击经济技法中呢 国会啊拨出了一部分钱 34003490亿 给这个有困难的中小企业 另外呢 实际上国会还拨了一笔钱 拨了140亿美元 叫高等教育紧急救济基金啊 以解决大学呢 以及学生受疫情影响的问题啊 等于是两笔钱 那么这两笔钱是怎么回事呢 就哈佛大学确实拿了一笔钱 他拿了多少钱 拿了800 从今天的数字他拿了860万啊 他不是900万 那么呢 外头啊 川普在推特也说他拿了900万 他多了40万啊 而且这个钱呢 他不是用于帮助小企业的这个基金 而是高等教育基金 哈佛大学从这里头拿走了9 860万啊 所以哈佛大学表示他我们接受的是啊 联邦高等教育紧急就业基金 而不是为中小企业啊 解除困境的那一部分的贷款啊 那么这样一笔贷款呢 并不只是我哈佛大学拿了这笔钱啊 很多长青藤大学也拿了啊 也拿了 那么我看到的数字呢 你像达特茅斯拿了340万啊 布兰大学拿了480万啊 耶路大学好像也拿了680万 所以说这个哈佛大学呢啊 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说 他们可能是想退回退回了这笔钱 退回去这笔钱 所以这个还钱的故事呢啊 确确实是哈佛大学拿了一笔拿了一笔钱啊 但是呢 他拿的是另外一个基金中的一笔钱 那么这笔钱就被川普给抓住啊 说你要把这笔钱给还回来 还回来之后呢 那么哈佛大学说我拿的不是那笔钱 我拿的是另外一笔钱 那么即使另外一笔钱呢 在现在来看哈佛大学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拿啊 是这个问题 所以哈佛大学拿钱这个事情呢 在某个意义上 这里头呢 事实上川普批评的事实部分呢 有一定的错误 但是呢 哈佛大学拿这笔钱是不是该拿 确确实实是人们争议中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么一个事情呢 让哈佛大学跟 川普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又出现了这个 一种复杂的一种情形 这是这个 另外一个第二个故事啊 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哈佛大学校长的一份信以外呢 那么这是哈佛的这个 拿这个钱的事情 860万的事 再说一下啊 前面我讲的都是这个 哈佛大学跟白宫的冲突是基于政策和政策后面的利益啊 这样一种对峙啊 那么下面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啊 文化战争的话题 就是现在这个啊 白宫做的这些事情啊 在哈佛大学看来 在某个意义上啊 在某个意义上 他们认为是背离了美国的主流价值啊 背离了美国价值的 这是哈佛大学对白宫政策的一种批评啊 就是他背离了美国的一种 普世的一种主流的价值啊 而在白宫的这个 而在白宫的方面来看呢 啊 将蓬佩奥最近 蓬佩奥先生最近在一个 乔治亚理工大学的一个演讲啊 他就批评 现在的美国大学充斥着着情啊 这种着情呢 是以防美啊 啊 和大量的传播防美的信息为目标的 这么一种对峙啊 那么实际上白宫批评美国大学着情 以及这个美国的大学 冲刺着反美主义 这样一种信息呢 遭到的是 美国大学内部的就是对川普当局 就是这一种反普世价值的一种批评啊 这样一种文化对峙呢 文化战争的对峙呢 实际上在白宫和这个 川普和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对峙中呢 也开始啊 发挥到了一种啊 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啊 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是跟哈佛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 有关系啊 这个哈佛大学呢 有一个学院啊 这个叫学院什么 叫科学艺术和科学学院的研究生院啊 他们最近呢 起草了一封信啊 我想呢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那么这封信呢 就是呼吁全面禁止啊 川普政府任免的官员啊 到这个哈佛大学去啊 任职或者是演讲啊 或者做短期访问啊 这个信呢啊 在哈佛大学起草 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么媒体啊 后来报道的出来的这封信呢 还是他的修改稿啊 修改稿 也就是说啊 这个修改稿都已经是非常的 厉害了 如果不是修改稿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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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请愿信啊 在某个意义上啊 那几乎是啊 一杆子要把川普政府所有的官员 以后到哈佛大学的就职 这个演讲啊 甚至于啊 这个干这个别大的别的就业机会 全部给禁止 全部给禁止啊 就是要哈佛大学彻底断绝 跟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的晚来啊 这样一封信件发生什么地方呢 发生在哈佛大学啊 由于他的第一稿呢 那里面的这个啊 要求那些东西呢 太太那个 连哈佛大学内部啊 都已经啊 看不过去啊 那么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 这个当这个艺术和科学的研究生院 这批这些人呢 写了这封信之后呢 哈佛大学肯利迪学院啊 他有的 他的有些学生治理组织嘛 就拒绝了这封信啊 因为这里面 这里面他专门点名 哈佛大学肯利迪政府学院啊 应该发挥更主要的一个作用 来拒绝川普政府的官员 到哈佛大学来啊 因为哈佛大学肯利迪政府学院呢 啊 他是接受来自于 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个啊 官员啊 和学者啊 他比较多的一个机构 所以说这封信啊 在里面点到了哈佛大学的这个啊 GFK啊 就是肯利迪政府学院啊 要他们特别要注意啊 杜绝此类的川普政府的官员 到这个哈佛大学来啊 那么现在媒体报道呢 是这个哈佛大学呢 啊这个 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啊 修改过的版本啊 修改过的版本啊 那么他这个信开始呢 就说呢啊 川普政府如果进入农换期的之后呢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啊 那么从 华盛顿退下来的的官员 很多人呢 会到大学去啊 找到自己的教职啊 作为一个过渡 或者寻找寻找新的工作啊 当然确实是面临这个情况 所以中国的这个媒体的说 彭佩奥啊 啊你这个人类公敌啊 你也要离开白宫了啊 你也没有工作了 是不是啊 这个 你没有工作啊 那么你去找工作啊 这是大家面临的问题 白宫是没有铁饭碗的啊 只有那个被啊 狄东升啊 认为是这个深层国家的那部分人呢 他们才有铁饭碗啊 因为他们不是政务官啊 更多的是文官啊 文官这批人呢 在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啊 他们是铁饭碗 而任命的这批政务官呢 很大一部分人啊 位置上看起来高得不得了 但是呢 如果川普不在了啊 拜登先生又不固定 那么你就得卷铺盖走人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呢 这个故事呢 就从这开始就说 预见到有这么的官员呢 他们要失去在华盛顿的工作 那么他们就可能要成为 美国大学的这个教授啊 访问教授啊 访问学者啊 甚至于啊 演讲者 那么这样一封信呢 就是为了杜绝这样一批啊 人啊 到哈佛大学来啊 那么因为呢 这些人为什么要杜绝他们呢 因为他们颠覆了这个 被美国的共和和 民族两党普遍接受的民族原则 那实际上这个目标很明确 就是这封信打击的就是那一些啊 川普政府里面的啊 跟共和党内部建制派和民族党立场不同的那批 川普政府的官员啊 那么因为他实际上还是说两党接受的民族原则嘛 那么共和党建制派接受一批 接受一部分 民族党接受一部分 那么谁不接受呢 那么就是我估计就是蓬佩奥啊 纳瓦罗呀啊 姆鲁钦啊啊 我不知道在不在里头啊 这一些啊 在台面上的这些人 他们所颠覆了被两党接受的民族政府的 民族的原则啊 那么那么这个富裕哈佛大学呢 在川普政府的高级别政务官和川普当局的 私顾问人员被邀请到哈佛当人研究员 或者教授或者校园来演讲之前呢 对这一批人建立一个问责体系啊 这个川普当局的顾问啊 你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啊 他就是他川普是任命的这个 等于是高级顾问啊 那么他并不经过国会的认可 是不是啊 经不经过国会的认可 那么这批人他也包括在内 就是说哈佛大学在这批人来到以前呢 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问责体系啊 那么这个问责体系呢 应该尽快的这个建立啊 在年底之前呢 跟哈佛大学的学生们进行分享啊 那么 等于是这封信写的时候啊 到哈佛大学年底 那么也就是一两个月时间了啊 因为哈佛大学啊 这个认为川普当局这些官员 他们干的这些事啊 他们和哈佛大学兴奋的这些原则 有冲突 因此他们不能被哈佛大学所所利用啊 那么我前面提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啊 在里面的作用 因为他接受的这种啊 从华盛中退下来的这个官员比较多嘛 所以这封信点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啊 肯尼迪学院或者其他中心啊 有责任大胆面对川普当局 被邀请到哈佛演讲的校友啊 他们是如何啊 要要面对这些哈佛大学啊 要面对川普政府的官员 要面对他们如何啊 协作和积极的接受啊 和积极的对接受的参与对啊 普世真理和基于民主原则的进攻啊 或者压根呢 让哈佛大学呢 不要邀请这些人到哈佛大学 发表演讲啊 最后啊 这个这一班人还说 我们汉文言论自由啊 说新建最后说 我们仍然全力承诺啊 在哈佛大学 捍卫我们承诺的言论自由啊 并且呢 对啊困难的问题呢 进行进行辩论啊 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治理 已经受到损害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要啊 捍卫这种言论自由啊 但是呢 我们认为哈佛大学呢 不应当对川普当局的这些人啊 通过聘请他们到哈佛大学演讲 任职这种方式呢 让他们的行为合法化 或者让他们的行为得到奖赏 就这么一封信啊 那么这封信呢 据说还在哈佛大学内部啊 进行讨论啊 进行讨论啊 但是呢 哈佛的官方对这个事情呢 没有啊回应 没有回应 我前面已经介绍哈佛大学的这个肯利迪政府学院的学生组织啊 他已经拒绝了这封信里面提出的一些要求啊 其实要求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哈佛大学的这个科学和艺术学院的这一批人啊 我不知道是学生写的还是这个教工参与写的啊 他们在封杀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啊 言论的时候呢 他还说我们在这个 兴奉美国的言论自由 那么只是啊 只是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 我们不能让他在哈佛大学言论自由啊 那么如果让他们的哈佛大学来发表言论自由的话呢 这是对哈佛大学 这是对川普当局官员背离 普世的这种民族价值的一种背叛啊 所以他们的这种行动的一个奖赏和对他们的一个合法化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呢 只是说哈佛大学这封信 等于把这个美国的这个知识精英发动的这个文化战争 和白宫啊 对他们的这种制约之间这种对峙呢 退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退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你看到哈佛大学出出来这样一封信啊 你再想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啊 捍卫的言论自由 跟哈佛大学的这些学生或者教工们提的这个 这份公开信里头 他是一码事吗 所以说 看到这封信啊 哈佛大学这个故事还值得吹嘘还是值得担忧啊 还是值得担忧 现在把这个问题出来 那么这封信发出之后呢 哈佛大学法宣有个教授啊 这个阿兰德销维茨啊 这个教授呢 在哈佛大学非常有名气啊 在美国的全国也是很有名气的啊 他大家可以知道在哈在川普的这个弹劾案件中呢 他为川普出来辩护啊 他为川普出来辩护啊 他看了这封信之后呢 他就出来讲话啊 他出来讲话了 他说 以我跟白宫官员的这种经历啊 在某位上他应该算啊 也算这个川普的这个私人顾问这个领域里的人嘛 如果广义的讲啊 他说以我跟川普当局的这种啊 打交道的经历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幸可以在哈佛大学背药发表演讲 他说这封信啊 是我看到的 最 糟糕的或者最恶劣的思想控制 这是我看到的最糟糕的和最恶劣的一种思想控制 我原来在知道这个阿兰德肖维茨之前呢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呢啊 让我对这个阿兰德肖维茨的这个名字呢就很难忘记 这种东西谈的是这个原动自由啊 是阿兰教授德肖维茨写的啊 他就讲了一个简单 我记得这个文章讲的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他 他说有的人说这个图书馆里头啊 有黄色的书籍啊 那么应该把这些书籍给销毁掉啊 那么他说如果啊 这一部分的这个要求被满足了啊 今天我们把这个黄色书籍给图书馆里面的黄色书籍 淫秽书籍给销毁了啊 那么哈佛大学啊 这个图书馆里面就少掉了这一部分的书籍啊 就是永远的少掉了这一部分内容的书籍 他说明天又有一个人提出另外的一个要求啊 把图书馆里面另外一类的图书给销毁掉啊 他说依这样一个逻辑往下一直推 推下来的话 最后你这还叫图书馆吗 所以我在早年的时候呢 就读他这篇文章啊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讲的这个啊 言诵自由的这些故事呢 我觉得比较有道理 所以我就记住了这样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后来根据我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个理解啊 学习 以及对这个宪法这个里面的hate speech啊 仇恨言论的保护啊 昨天这个晚上的这个经验很正经节目 还有人谈啊 说种族歧视的这种仇恨言论要不要保护啊 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理来看 当然要保护啊 当然要保护 这是在法律意义上 这是在法律意义上 但是今天 你敢说 种族歧视的言论 啊 你敢说吗 下面我就要谈另外一个例子 也发生在哈佛大学 啊 也发生在哈佛大学 啊 这个只是哈佛大学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战争里面的故事的一部分啊 往下面要谈啊 所以说阿兰德肖维斯说呢 这样一封信是他见过的最恶劣的思想控制啊 思想控制 他说然后说他愿意为被哈佛大学拒绝任拒绝的任何一个前川普政府的官员提供免费法律代理 而且呢 他说他还要邀请川普政府的官员到哈佛大学来谈啊 川普当局这四年的成就 然后看你哈佛大学怎么对应怎么回应 他说我就不信 你们这帮思想控制的者在哈佛大学这么干啊 我不仅呢啊要这个请他们来讲 我还要他们请他们讲 讲川普这几年在在美国的伟大成就 完全是对着干的这个架势啊 因为现在说时代话白宫的官员啊 有几个人敢出来讲川普的成就啊 然后前一段这个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在这个白宫当个首席经济学家啊 他就讲外界讲的这个川普的情况跟我看到的川普的完全不一样 啊 马上就有人来出来批评这个经济学家 啊 现在啊 支持川普的人呢 在某个意义上能容容那些批评川普的人 而反对川普的人呢不能够容容 讲川普好话的人 现在是这样一种格局啊 啊 我在推特上发一篇啊 稍微对川普可能某种意义上有利的消息 我就会被人进行教育啊 啊 想教育我怎么样的选择新闻 啊 我当然我没有兴趣去跟人去对质 是不是啊 啊 你说你的我发我的 就这些人 只要一看到对川普有利的有利的消息 他们就 他们就有一种 难受啊 难受啊 啊 他不是一种理性的批评 他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 反馈啊 本能的一种弹势 所以这个阿兰德肖维茨看到这封信之后 我觉得他很难过啊 他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了五十年了 啊 我又 我又跟川普当局的关系那么近啊 那么你们这么个搞法啊 你让我在这还待不待啊 你成造成了这样一种 系列的这种对峙 所以说 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啊 那个我们都知道哈 这个白宫啊 那个美女发言人 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啊 美国的这个白宫啊 有很多人是哈佛毕业的啊 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有很多人哈佛大学毕业的啊 这个白宫 这个美女发言人啊 他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说我 我呼吁哈佛大学 别打理这封信啊 他说他呀 邀着一些另外的哈佛大学的这个校友呢 也准备到哈佛大学去 我们去凑分子去 我看看你们把我们赶出去 我看看你们有本事把我们踢出来 这故事有意思吧 啊 搞的一批哈佛校友啊 很生气啊 搞的哈佛大学一批校友很生气 真的是啊 很过分啊 极其过分啊 这个 这个左派呢 他不是讲很多东西要同台 他是要把你那个东西 踢出这个舞台啊 是我这个是唯一正确的 啊 你那个是 反普是价值的啊 因此要给你踢出去啊 我下面还要谈哈佛大学这批人的虚伪啊 这批这批左的这批人的虚伪 在某个意义上他们 他们对北京的这个感觉啊 比对川普的感觉更好 啊 他们宁愿喜欢北京 他们也不愿意喜欢 民选的总统 川普 真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啊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 在这个 这样一封信发表之前呢 哈佛大学法学院也另外有一个教授啊 这个罗纳 罗纳 沙利文啊 这么一个教授 他呢 因为是这个 有一个好莱坞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制片人 叫哈威 维斯坦的这个案件的这个代理人啊 然后呢 哈佛大学的学生一起出来 撕压啊 让他这个 他叫有一个丁 他有一个叫院长 叫学生楼的这个院长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怎么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title 我估计也就是一个 因为哈佛大学的补课生啊 分成很多很多楼啊 住在很多楼里头 那么这个楼里头呢 有一个教授去负责啊 我估计他是这么一个人啊 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也曾经被分配到一个楼里头 当然不是当院长 是去跟学生去互动啊 去互动啊 他们经常邀请我们去啊 参与他们的活动啊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楼里头 那么有一年期间是这样 就是让哈佛大学本科生 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啊 跟各个阶层的 比他们数大的人 成熟的人啊 这些人去接触 那么这个楼我也有个经历 那么这应该是负责 这么一个楼的这么一个人呢 那么哈佛大学因为他 因为哈佛法学院这个院长 这个这个法学院的教授呢 代理这个 Winstein的这个案件 这被学生受不了了啊 就一定要把这个院长 把这个人给赶掉 最后没办法 哈佛大学把这个人的 把这个人这个 这个楼长的位置给抹掉了啊 这个事情呢 我是最近看 因为我要做今天这个节目嘛 啊我也今天要做这个节目 所以呢 啊我就看材料啊 居然还有这么个事情发生啊 我觉得挺惊讶的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作为一个法院的教授 他去代理一个案件 最后学生不高兴啊 学生不高兴之后 然后你就必须这个 你就必须找人啊 你这个你这个位置不能干 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么 也联想到这一次这个 啊有很多人的写信要 因为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很多律师为川普啊 这边打官司嘛 是不是啊 然后有一部分人说要把这个 这边律师的这个律师指导给给给给给 给给给罢了啊 把他们的律师指导给灭了啊 这种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啊 你做的行为我不喜欢 然后呢 我就要动你的奶酪啊 断你的后路啊 把你的生意给断了 这样一种断组绝松的事情你也干啊 我有说真觉得是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啊 他基于某种啊 合法的一个行为 或者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的对立啊 发表的一些观点 最后呢 搞到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地步啊 这也是当今的这个美国啊 你别以为这事情是发生在一般老百姓之间啊 在精英阶层也是如此啊 也是如此 这这也反映出美国这种对峙的这种程度啊 好了 再谈到这个啊 这个 干的这种啊 毁人一生的这种事情啊 毁人一生的事情 这是正确啊 导致的哈佛大学取消了一名学生的入学资格 这也是哈佛大学干的啊 我觉得这也是哈佛大学啊 讨论的时候的里面的文化战争中的涉及到一部分 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呢 是这个2018年啊 佛罗里达校园抢奸案 里面呢 有一位新通者叫凯尔卡舒夫 啊 这个人呢 他啊 他被哈佛大学入取了啊 后来呢 因为 他在16岁的时候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啊 一段 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言论 被人翻了出来 最后啊 哈佛大学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 我想很多人啊 都知道这个故事啊 那么这个 卡舒夫呢啊 他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时候是18岁啊 他在这个 佛罗里达发生那个著名的这个枪击案啊 叫大哥拉 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案中 他活下来了啊 那么活下来之后呢 他就成了一个啊 枪支管制措施的一个颤导者啊 啊 那么呢 他在颤导这个枪支管制措施后呢 也成为一个第二修正案的捍卫者啊 他一方面他要说要有更严格的办法去管制枪子 同时呢 他进一步的呼吁人民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啊 这样就成为一个一个政治活动家啊 这个从一个一个灾难事件的一个新冲者 然后从这个新冲者之后呢 他利用这个事件啊 变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 变成了这个政治活动家之后呢 啊 他 帮助通过立法啊 还到白宫去呢 跟川普总统见过一面 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了他跟川普总统啊 见面的这个照片啊 然后呢 这个 因为他的这种杰出表现 被哈佛大学录取 哈佛大学喜欢录取这样 这样一些啊 就是 杰出的啊 或者叫积极的学生活动分子啊 因为觉得这些人有leadership的啊 这种培养的潜力 因此他们哈佛大学在录取学生之后 特别强调这种leadership 在某个意义上 你这种leadership 和你的这个学习成绩啊 这样的比重 差不多是一样的啊 差不多是一样的 所以哈佛大学把它给录取了 录取了以后呢 他在 这个 16岁时候的那一段啊 所谓的这个 说他这个总统歧视的这个 文字呢 被人翻了出来啊 实际上他这个总统歧视 我看了一下呢 就是这个 他打了很多这个 叫做 那个 现在媒体啊 不敢说这个字 就N开头的黑人的那个字母啊 那么我都不敢说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说完之后 我是不是总统歧视啊 现在 美国的总统歧视的指控 极其恐怖啊 极其恐怖 动不动就把你往总统歧视上贴 而且动不动 不仅是贴这个个别总统歧视 还贴系统的总统歧视 所以这种事情 你搞不清楚一些话啊 究竟是敢说还不敢说 那就像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阿里托大法官一样 原来的禁忌制啊 这个不敢说的这些语言 那么就是那么六七个啊 现在估计也到了六七百个啊 很多东西你不能说啊 这东西是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敢说啊 这个我就点到即止啊 那么他讲的这个东西呢 就被人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呢 这个学生知道问题麻烦了啊 这涉及到总统的问题了 不得了 他赶紧道歉 赶紧道歉 没有用 没有用啊 然后哈佛大学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当然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哈佛大学啊 哈佛大学把这个事情之后呢 马上就是要 要他解释 要他解释之后呢 他跟哈佛大学有不断的有信价往来 他不断的解释不断的道歉啊 并且不断的表示自己要好好学习好好进步啊 最后哈佛大学无情的拒绝了他的这个道歉 等于是他把他把这个入学的机会就没有了啊 啊更可悲的是呢 在哈佛大学录取他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这个大学啊 给他很好的奖学金 录取他都拒绝了 他就奔走哈佛大学去 那么因为哈佛大学对他的这个拒绝呢 他没地方去了 耽误了这个入学的这个机会 这是这个哈佛大学发生的一个 因为一桩政治正确的这个啊 啊 仇恨言论啊 历史于仇恨言论 最后呢 哈佛大学拒绝啊 取消了对他的入学资格 然后这个学生啊 很气愤啊 他说你看看你哈佛大学的历史啊 你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里头呢 包括奴地主 种族隔离主义者 顽固分子和反犹分子啊 那么如果哈佛大学暗示一个人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啊 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那么哈佛本质上就是一个种族主义机构 那么纽约时报呢 有一个专门的专门作家叫David Brooks啊 这个人呢 啊 写川普的文章啊 我进行批评过啊 但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批评哈佛大学的这个做法是不明智的 是不明智 这种故事呢 也发生了哈佛大学啊 那么我为什么上面说过 这种文化战争 有些事情对哈佛大学 我感觉到值得批评就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某个上有时候是虚伪的 一种是虚伪 为什么说他是虚伪的呢 我下面还有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媒体也有报道啊 哈佛大学有一个叫 阿什民主治理创新中心啊 他今年七月呢 发布了一个民调结论啊 说中国人对中共的满意度超过90% 那么这个 我看到的这个批评呢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夏明教授啊 夏明教授在批评川普问题上啊 他是很坚决的 他批评中共的问题上 他也很很坚决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哈佛大学 他说 阿什中心拿到中国的钱不是几百万啊 恐怕几千万啊 恐怕几千万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啊 哪来的啊 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这是夏明教授对他的批评啊 确实是这个这个中心呢 他的七月九号发表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他叫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润性啊 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那么这个报告呢 他说呢 中国老百姓啊 中国老百姓啊 中国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 比2003年高出七个百分点啊 达到百分之九十三点一 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哪一年 是一六年的 一六年 然后这个官方新华社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很高兴啊 就来了一篇文章 叫哈佛大学调查报告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 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 根据这个报告 反击人类公敌 唐贝奥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污蔑 就是说哈佛大学这些 这个左派的这些批评家们呢 他们看到了这个白宫政府啊 就是对这个白宫政府 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 他的一些问题 他认为啊 是在摧毁美国的 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 但是对哈佛大学眼皮下 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们觉得这是 可能属于正常的言诺自由 这不就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真的不知道 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你为什么不批评 哈佛大学 对中共的这个 啊 这种科研结果 后面还有提到啊 哈佛大学 从北京拿钱的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另外一部分 就文化战争的另外一部分 那就是这个中共 或者中国政府 对美国大学的渗透问题 而哈佛大学 又是这个渗透的这个 一个枢纽 所以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在想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 给拜登先生那封信 赋予更开放的签证政策 会有更开放的签证政策 他有没有想啊 这个更开放的签证政策 有可能跟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 制造一些 一些危机 而这个危机问题呢 并不是哈佛大学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却是白宫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说呢 在读这个哈佛大学的那封信的时候呢 你要看啊 写这信的人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啊 你如果站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 更优秀的人才资源的来源的角度来说呢 当然美国的签证政策越开放越好啊 甚至于不要签证啊 不要签证 你只要全世界的国家 你想申请来美国你就来啊 就像这个从南边来的这个非法移民一样啊 带着全家老少啊 长途跋涉一番 然后就过来 什么都不要 这样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然后这边来美国之后 他可以申请啊 他可以申请 然后哈佛大学从里面录啊 因为他的录取的基数越大 他能够从里面发现更多的种子选手啊 啊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可以为美国的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动的 被选的资源 那么这个 美国国会啊 两党正在预量一个保护美国的创新法案啊 在某位上呢 这样一种东西呢 这是哈佛大学不高兴的事情啊 不高兴的事情 但是创新法案谈了什么东西呢 建议增强美国国务院权力 使其可以对试图获取 与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利益有关的某些敏感技术 和外国公民巨乏签证 所以你可以看见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案呢 啊 跟哈佛大学提出的希望正好处于这个 两极对峙状态啊 这边呢 呼吁更多的啊 帮发签证啊 这一面的国会的立法呢 呼吁更多的聚乏签证啊 法案还建议申请联邦资金的项目 罗为人披露所获得的外国帮助 有关个人将面临罚款和入狱惩罚 此外还降低了美国大学和大学收受外方捐助的上报的门槛 那么这些规定呢 实际上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两党现在酝酿的这个 今年六月提出来的啊 这个法案现在还没有新的进展 但是两党在今年六月已经提出这个法案啊 保护美国创新法案呢 实际上在很大的意义上是针对美国大学的 在某一上呢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白宫的一些关于签证的这些政策呢 是受到美国国会的两党的支持的 但是哈佛大学不支持 可以看哈佛大学大学不支持 跟他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是冲突的 那么正好呢 蓬佩奥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大学的一次演讲啊 这次演讲 我看媒体报道说 他本来又去哈佛去MIT去演讲 但是MIT不接不接受 最后呢 他跑到了乔治亚理工学院演讲 啊 那么这个演讲呢 他我前面已经做了一点点介绍 就是说 在美国大学 他批评美国大学左倾啊 把这个大学办成了这个反美的这个啊 信息中心啊 这类类似的东西 这是对文化角度一个批评啊 另外呢 蓬佩奥在最近的一个演讲呢 还批评美国这个美国大学啊 要还还忽悠美国的大学啊 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评估 防止盗窃知识产权 要披入外国资金 监督学生在校园的活动 这些东西呢 听起来的话呢 很恐怖 真的是啊 在一个自由国家 你在一个大学里去监督学生 在校园里的活动 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 你读了下面我介绍的一些 就中国方面啊 中国政府或者是有中国政府背景的 这些企业对美国大学的这种渗透 这些这些材料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在某个意义上 美国现在被迫进入了 他的一种防卫和收缩的 这样一个阶段 他有时候美国不是去挑战 他是被迫 看到你这种进攻 他没有办法 他在防卫 那么从现在这种渗透来看呢 渗透来看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财务捐助的渗透 财务捐助的渗透 美国教育部呢 在2020年的10月份公布了一个报告 说美国许多顶尖学校 从中国俄罗斯等外国对手 国家接受大量资金 不仅接受这些资金呢 而且呢 没有按照规定申报 那么这个报告特别提到 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 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具体的警告 所以说蓬佩奥前面讲到就是说 监视学生在校园的活动啊 就跟教育部提到的 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 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具体警告 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报告是10月份发表的 那么在这个教育部发表这个报告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会的这个众议院 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啊 他有几位议员啊 写信给这个美国基础大学啊 这个基础大学就包括哈佛大学 另外还有芝加哥啊 纽约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耶路大学啊 要求这些大学啊 提交自15年1月以来 收到的来自外国的礼物 和与之签订的合同和协议的 未经编辑的记录 那么我看到的一个材料 美国啊 NPR 报道呢 美国的这个公共电台啊 国家公共电台说 耶路大学未报外国卷争款 达到三亿七千五百万 三亿七千五百万五百万美元 哈佛大学没有报告 然后这个纽约邮报引述 教育部一位律师对议员的话说 被教育部调查的美国大学 仿佛掩盖跟中国的关系 拒绝交出来自中国的现金 和其他礼物的详细记录文件 或是挑衅性的将他们贴上机密标签 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法 要求啊 高等教育机构 以透明的方式 报告外国礼品和合同 啊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 一段时间里 教育部发现 数十亿没有报告 这个报告的数字 没报数多少 有多少呢 我看的数字是六十五亿 卡奈尔大学啊 未向美国当局报告 今年来未收到超过十二亿美元的外国资金 集中包括七点六亿美元 以卡塔尔校园相关的资金 华为技术工程提供了大约一百万美元的合同基金 啊这是没没申报的 啊 这个有一所美国大学与中共中央开展合作 从一项与中国有重大交集的安排中 获得两百多万美元 还通过中共中央党校 支持与中共官员的学术交流 华尔街这么报道 这所大学是乔 乔治顿大学 彭博啊 对美国政府数据的一个分析 因为这数据是我看到的媒体的 大家就是给大家参考啊 尽量的给大家提供啊 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的一些报道啊 一三年启动以来 中国赠给美国大学的礼物合同 接近十亿美元 截止今年六月 在过去六年半里头有一百一十五所大学 从中国获得金钱礼物合同 哈佛大学获得最多 约九千三百七十万美元 大部分作为礼物 南加州大学和BC法尼亚大学名列第二第三 啊 这都是基于国家安全的一个数字啊 都就是基于国家安全的数字啊 不谈不去谈这个文化战争的问题啊 哈佛大学迄今为止没有 学生或者教工提出任何一个跟中国的这个 竞争啊 属于从文化角度的竞争 意识形态角度竞争方面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公开信 从那没有过 啊 那么哈佛大学从中国那边拿那么多钱呢 也没有看见哈佛大学的任何学生和学者 出来警告过 啊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象 而他们迄今为止发出的维持这个意识形态 清洁度的最强有力的一封信 是针对白宫啊 川普政府的 所以我就纳闷啊 这个川普政府对美国的危害重 还是北京对美国的危害重 左派门要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师父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或者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华为与美国大学啊 这也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部分来谈 教育部的那个报告里面提到呢 多所大学为及时报告于 从中国的华为公司获得的巨额资金 包括一所大学从13年以来 与华为签订了3000万美元的合同和协议 喀奈尔大学 近年从华为收到的资金超过530万美元 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 这个东西呢 喀奈尔书的这个数字和 前面提到3000万美元的合同和协议 这个东西会不会冲突啊 因为来自于各家媒体 来自于各家媒体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报道呢 科技巨头华为与几乎所有被调查的 美国的学术机构都有财务联系 五角大楼创新试验小组 17年的中国的技术 转让战略这篇报告里呢 提到华为资助学校项目呢 涉及科学领域 人工智能和深入学习到无线技术和网络安全 而华为公司的网站呢 华为创新研究计划呢 说已经78家美国机构进行了合作 然后这个具体的我看到的一个就是 博克力加入大学呢 以华为进行人工智能研究 那么这样一种美国大学和华为的这种深层次的 获得浅层次的这种合作 有时候华为只是捐助一些这个什么设备啊 捐助一些设备 那么我前面提到的是一种比较深层的一种合作啊 所以高科技的合作 在华为呢 被美国这个啊 美国的这个执法当局呢 提出银行欺诈和这个盗窃的指控之后呢 美国的这些大学呢 在开始啊 警惕跟华为的这些合作 那么我看到的这个 消息是麻省理工 普林斯东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啊 已经表示不再接受华为公司的捐助 在联邦启动这些案件之后呢 伯克利加州啊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官员发布禁令 禁止接受华为新的研究经费 直到诉讼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呢 他仍然在履行与华为之前的协议 普林斯东大学说 去年七月决定不再接受华为捐款 我和我还有个州立大学 也选择不从华为那里寻求任何资金 斯坦福大学也表示停止 这个是呢 我刚才谈到的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 里头美国大学 北京或者通过北京有关系的观念公司 在美国进行某种渗透 然后呢 这个 一种 大学跟这个 白宫的这种冲突呢 主要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个冲突 国家安全领域的冲突 考虑的视角呢 更多是白宫的视角 而不是大学的视角 大学的视角 显示在说是更多的招生 更多的创收 高级点的说呢 是为美国做贡献 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 当然他们的这个话语讨论中呢 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 而白宫呢 当然要保证哈佛大学的创收 当然要保证这个美国的创新 但是呢 他还加入了新的考虑 就是这里面还有国家安全的内容 他要考虑这几个视角 所以说哈佛大学跟 川普当局的冲突 就因为这些原因而产生 另外一个 哈佛大学跟这个 白宫的这个冲突呢 还是因为白宫这个 保护每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态度 也跟哈佛大学形成一个矛盾 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呢 那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 化学系主任 利伯先生被这个 因为参与 淫漫参与千人计划 而被起诉 这个案子在美国是 影响最大的一个案子 那么现在这个教授呢 他拒绝 他说他没有罪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待定之中 还在待定之中 那么从现在 指控的情况来看呢 他一年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 每月获五万美元酬劳 外加十五两八万美元生活津贴 还提供他一百五十万美元 设立研究室 换取利伯 以武汉理工大学的名义筹备 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及 申请专利 那么这个案子呢 现在没有结果 如果这个案子 如果这个案子最后啊 被定罪的话呢 哈佛大学是很难看的 那么如果没有定罪 那么 川普当局跟白贡的这个 这场对峙呢 白贡要丢一个脸面 这个因为你这个案子之后没做实 这也是个问题 那么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说 说开了一点呢 跟这个知识创新有关系的 说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场争斗呢 贸易谈本里面的核心问题 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的问题 这个知识产权不止影响到美国的国力 在世界上继续领先的问题 你把你东西都偷了 你还拎什么先啊 对不对啊 也涉及到这些知识产权被盗窃之后 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他知识产权的角度的问题 是多角度的一个问题 那么哈佛大学现在没有对 白宫的知识产权战略的问题呢 发表明确的这种啊 不支持的这种看法 不支持的看法 哈佛大学啊 现在跟白宫的表面上的这种冲突 更多的体现在第一政策选择啊 这个政策选择呢 涉及到移民移民政策 哈佛大学主张更宽放的移民政策 这种移民政策和民主党的移民政策是一致的 所以说哈佛大学的这个政策 在从政治政党政治斗争来说 它是跟民主党的政策是靠在一起的 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这一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他跟白宫的冲突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家安全哈佛大学不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他没有能力 也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跟他没有利害关系 而这个东西恰恰是白宫考虑的问题 而白宫考虑这个问题呢 往往不被哈佛大学所接受 而我们可以看到 蓬佩奥的最新的这个演讲啊 发表之后呢 来自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抵制 来自学术界的抵制 美国教育委员会 负责政府和公司务的高级副总裁 特里哈特尔 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 称蓬佩奥的言论是荒谬和侮辱性的 说蓬佩奥荒谬和侮辱性的 就是哈佛大学和美国学界完全不接受白宫 基于国家安全角度对哈佛大和美国的美国学校的批评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符合大学的最佳利益 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建立一个保护国家安全和保护美国的合伴关系 对创新来说是优势 后面他谈到 在这个安全方面呢 他说大学是第一防线 应该有大学来主导 美国政府扮演辅助的角色 大学他怎么样去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呢 他有厉害关系 他有厉害关系 你怎么让他去做主要的监督的角色呢 一旦跟厉害占上关系 你看哈佛大学从中国拿多少钱 他在所有里面拿的最多 他也不申报 那美国政府现在 我看的可能是说在对他进行民事控告 就是那你不报告 你等于在某个上违法 那美国政府只能对他进行民事控告 在法律上去控告他 那么法律上去控告哈佛大学的话 最后结果能不能赢就不知道 所以说这让那个哈佛大学跟白宫进行对峙 有了有了这个法律的靠后商和靠那个后盾 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我原来也讲过啊 就是这个白宫跟这个 美国的知识界这种对峙 那么他是以哈佛大学为象征的这种对峙 那么文化层面上的这个一样一种对峙呢 我们看到就是白宫和哈佛大学在进行口水战 口水战 但是哈佛大学做的很多行动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他把美国的这种文化战争啊 推向了一个极端啊 推向了一个极端 这个这种文化战争的极端啊 会不会危及美国的国本宪法第一修正案啊 他们认为自己在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 而有人认为啊 包括我和阿兰德肖维茨这样的法学教授啊 他们认为这种文化战争在摧毁美国的思想 摧毁美国的向法第一修正案 这是问题 那么最好我最近呢 看到一篇文章解读这个2020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啊 最后的投票结果啊 这个结果呢 他实际上就谈在某位上 他实际上一方面他不是川普 这个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人呢 他不是一个川粉啊 嗯 他是一个 我听说他是美国这个知名度最高的博主啊 他他不是一个川普的拥护者 当然呢 他批评民主党在 与川普的这个对峙中呢 有一系列的一种错误啊 一系列的错误 包括这个啊 川普的这个种族歧视 这个白人至上分子啊 这些东西 他说大选的结果并没有显示啊 川普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啊 而且呢 川普得到的这种多种族的支持啊 是死无前列的啊 他他反驳这个川普是一个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批评啊 他说大选结果没有证明这个结论 他说川普来自于多种族的这种投票 黑人拉丁啊 这些各种各种族群的人的投票超破了记录 另外一个呢 就说呢 这个文化战争的问题呢 他有提的那个感觉警醒文化啊 他说这个由于这种极左的人在美国发生这种文化战争呢 已经出现了一种警醒的文化啊 对这种进行反制约 我觉得啊 他说这种警醒文化在这里面呢 通过这次投票结果得到了体现 他说出口民调显示呢 川普在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中的支持度是49%比49% 就是高学历的人对川普的支持呢 现在跟拜登支持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呢 啊 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 我刚前面讲了大学的这个 精英都分布在东西部啊 当然东西部的这个从出口民调这次来看呢 白人对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 是打平的 那么女性部分呢 甚至是50比49% 也就是白人中的女性 支持的这个 川普的比拜登还要多 啊 这是他谈的警醒文化的一个一个出现 就是你把文化战争推上极致的时候呢 白人中有一些人明白 明白这些事情的话呢 他们会通过啊 选票来表达意见 他有时候他不参与这种文化战争的辩论 我们都知道左派们垄断了大学的论坛 如果你去辩论的话 你可能丢掉教职啊 我曾经认识之下哥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 我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啊 他底下跟我谈了很多很多很多 批评川普啊 这个批评对民主党的政策 尤其是批这个全球全球化 他跟我说 我说你谈的相当棒啊 你能不能够到我的节目来跟我聊一聊 他这个不行啊 我一聊完之后 我我这个中生教授中生教授干不了了 哈佛大学发生的这种文化战争并不只是在哈佛大学发生了 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啊 我看还有一些别的例子啊 我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就知道有些教授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丢掉了教职 在很多地方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就说哈佛大学跟 川普政府这场较量啊 政策选择和利益所在只是这种较量的啊 狭隘的一个区域 我讲这个话题啊 这个我更多的希望人们关注啊 文化战争 对美国立国基准 对美国立国国本的这种撼动 这是这层对峙 也是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这些梁子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中间层面的这个 国家安全的这一部分呢 啊 大家也要关注啊 如果 这个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些啊 不可动摇的证据 哈佛大学要对峙也没有意义 如果两党之间在啊大学的校园安全上有一种共识 哈佛大学的这种对峙也没有意义 因此呢他啊 希望拜登先生啊 放松啊这个 审查 美国大学与中共的关系这些东西呢 我估计也不太容易成功啊 因为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法案是两党的一个共识的一个法案 美国必须加强这个对来自敌对国家的啊 他现在主要是指伊朗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 北朝鲜估计没有钱没有没有本事给美国捐钱啊 主要是来自这些国家对美国政策的这个影响和大学的影响 主要是这几个国家 如果国会要搞法律的话 哈佛大学写写信给拜登没有用 那么这个信哈佛大学校长也没提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我今天这个节目呢啊 要阐述的主要的内容啊 因为是星期五嘛 给大家聊天啊 啊 啊 风向五的一些看法啊 啊 那么下面呢我们有点时间跟啊 网友来互动讨论一下 嗯 老伯嗯 你好呃 参加朋友 啊 嗯 上上周有事啊 没没没参加了 对啊 缺了缺了一次对 嗯 缺了一次啊 嗯 那个 这一次呢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最近的消息就是 呃 您 关注 多少哈 但是呃 我的感觉 这边就是说 呃 我感觉啊 这边川普这边快要 动手了啊 很可能 我看还是很快了 那个呃 呃 这一次我我我的看法 我就说只是说我个人意见了 那就是我的我自己的看法吧 这个每个人每个人的看法 我就说我的 呃 呃 这一次呢 呃 所有的 这些罪恶的这些 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之后呢 唯一没有没有被曝光出来的 就是说唯一不受打击的啊 就是这个大雪 呃 呃 我个人看法的我 我始终没变啊 这次呃 最后是进白宫的 这肯定不是那个肯定不是拜登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因为呃 呃 如果是光从这个 实力的对比呢 那川普确实是巨大的劣势 但是你这个前提是呃 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的情况下 那是上帝存在的话 这个是并且已经明显插手的情况下 拜登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呃 呃 现在就是说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法官呃 FBI呀 这些政府这些都会 呃 就说呃 呃 他们的作恶 各方面的证据都是表现的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呃 呃 真正咱们 过呃 过几天啊 事情一反反转出来 包括媒体啊 还有大公司啊 他都会被 都会被打击 都会被这个清理 但是这个大学这个 这些 这些病病弊 病病弊 他就是因为 因为他本身他没有权利 他在这次这次这个大行动当中呢 他扮演不了决定性的这种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他也没表现出来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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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他对他打击 是就对他清清理是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说这一次他是幸存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虽然经过这一次我觉得这次大选会有一个呃很是相当彻底的一个清理 但是呃这个大学大学是确实没办法 他你没他他没有作恶你是没法清理他的 你就有你像包括这个最高法官这个罗伯茨对不对 这些你都能看到他的作恶 他的这些慢慢的这些东西爆爆光出来 他的这个他们这些东西他他都会将来你也知道他他他他们都会被处理都会被清理出来 但是大学他没有他没有权利 他是在教育人的他就教育他就发法言论这你不能你没法清理他 所以这是一个是一个挺悲哀的 因为大学他是控制人思想是从某种程度来讲 他的他作恶的影响力其实和深远深远度是远远超过于其实呃 这些他的深远度是超过这个这个媒呃媒体和这大公司的 但是这次确实是估计他他们是完全是幸存现在 完全很难去清理掉他们 那其他的那些我还是观点呃不变了 用不了这用不了多长时间 两面现在在呃 现在现在当然法律还在打这些还在打 但是这些已经完全已经从最高法院把这德州案的抛了之后 这个事已经确定了这肯定不是从这来解决了 这肯定不是从这来解决了之前咱们聊说肯这个至少 这个双方都已经做了准备 并且已经通在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呃 谁下去都是面临一个他不是说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败选的问题 你知道咱就打个比方 川普如果呃如果落选的话呃 川普和他的政府这一面人是完全要被 包括川普的支持者是要被左派完全清洗的 这已经是很很清楚的 他们是包括现在你看那个 就是江州州州长 喪玫那个时候上飞一说啊我们要点票 第二天她她女儿的男朋友车祸就死了 对吧 然后然后她就说 不点票 然后她那马上调查他他这个男朋友死的FBI的警探 这部门也暴死家中 这个这个各方面的 pushing 这种左派的这些方面上的做法 就是怎么说呢 川普下去的话 包括这边他也是 也是不行的 拜登那边更是不行 他的这些东西 你是不能被曝光出来的 包括媒体 他们都是 现在大家都是 就是 军事 你看为什么 我现在看他这个军事 这个部队各方面也来了 也进入了华盛顿 各方面大家都在做这种准备 并且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这个就不提了 这个圣诞节是一个 是一个25号 不光是圣诞节 今年的25号 还是犹太利的光明节 就是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 当然我相信 这个严先生每次都来带着他的这个 你自己认为这个欢欣 鼓舞的消息 而且给大家打气 你放心 这个东西 这个时间会这么下来 这个因为用了多久 这些东西吧 因为 不不这个 你的这个结论呢 预测好几次都没有准 但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 1月20号马上到了 这个 对啊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 去看 我们不是预测的 因为我们 很多有假设 有很多假设 有讨论的价值 但是呢 这个中间还要很多线道 去链接起来 如果链接不起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些信息 现在就是一些 价值意义不大的一些信息 嗯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就是说 呃 我也只是观察者 对吧 我只能是观察 猜测上 这个上帝的 作为 我又不是 我只是信徒而已 这个是 这个 再说白了 大家都 都是人而已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只能说 你看到了一个线头 但是这些线头 啊 他之前要穿起来 对 就要猜测去穿 嗯 要有 但是这个 对 但是这个 结论 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军事对峙的话呢 我 我不 我不可 我觉得不可能 不是我希望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 我不觉得 没关系 我觉得他们 那个 我觉得川普 这个现在 唯一的制度上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 啊 这个 国会计票期间的 这个意义啊 意义 嗯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剩下的 我现在看不到多少 可以作为的空间 嗯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 我们来看 因为没有多长时间了 我 我是 我是坚决相信这个 这个拜登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好啊 最近我 我 无所谓了 我就是觉得这次清理不了 大学是一个 是一个将来是一个 大学清理不了 这个 不仅大学清理不了啊 这个媒体清理不了 最高法院清理不了 都清理不了 还是这个现状 嗯 嗯 最高法院会有清理 但是媒体确实清理不了 但是媒体它会有一个受一个重大的影响 因为它这一次呢 最高法院从制度上 它也没有清理的空间 不可能 不 这个制度上是没有 但是问题是 大国最高法院的这个 这个 呃 罗伯茨和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法官 如果他们 有些罪证被翻出来了呢 那是另外 犯罪起来 另外 对对对 那是这个 问题就在这 它清理 它是因为 为什么只能清理掉两个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最高法院中 只有两个 有可以 可以 坐实了罪证的 所以是这两个 两个是可以 你那些自由派 你拿下也没什么办法 对吧 罗伯茨乡 它这种 它就是卷入了 它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 那就可以清理掉了 所以大学 为什么清理掉 就在这里 任何人认为法 可能都有后果 对对对 所以说咱们说 这一次大学的问题 就在这里 就是说最高法院 也能被清理 对吧 媒体 关键是这一次 整个的作恶 整个就曝光出来了 然后慢慢的 它 在各方面的 综合作用下 当然你没有办法 用法律来处理它 但是很多的 它这个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这次 大家都看得到了 很多东西的 它不得不 慢慢的去转 这个并且 这个都不是问题 唯一这次 逃过一劫的 就是这个大学 并且这个大学呢 它是影响了下一代 它以后 对着美国的影响 这个是 这个是 真的是一个悲哀 如果咱 我说心里话 对这个 这次大选 我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往远了看 因为这个大学和教育 这方面的 还是蛮悲观的 说心里话 往远了看是悲观的 近期我是非常乐观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一位 朱先生 我非常荣幸 有幸上了 陈小平先生这班车 荣幸 大家一起 周末聊会天 这班车非常重要 这个中国共产党讲 要正确 就要跟人 跟得对 所以我跟上了 陈小平先生 我觉得我就 这辈子最后 这二十年 还有希望了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小平先生 今天谈了很多问题 我想小平先生 出生于哈佛大学 然而敢于反对 哈佛大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哈佛大学是培养了 他的掘末人 这个掘末人 包括陈小平 还有 是吧 罗比尔 不是罗比尔 是 是 国务卿 邦比尔 邦比尔也是 哈佛大学 法学院毕业 所以伟大就 伟大在 这个哈佛大学的伟大 就在于他 善于培养自己的掘末人 是不是 善于培养出大量的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这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实际上就科学传统 科学中间的那些固定成就的东西 他们把它颠覆掉 所以 所以我们说 哈佛大学 美国大学是一个巨大成就的 当然 我这个 这个讲话 这些年轻人可能不大的 不大理解 上次我讲话 讲完之后 下面一大堆骂声 说这个老头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老头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我想 我说什么还是很明确的 这个 当然这个 陈小平 小平先生是 毕业于哈佛大学 他现在是站在美国公民的 坐在美国公民这个屁股上 所以他开始反对 是不是有点开始反对移民政策 这个 如果那些还没上车的人 还没有当上美国公民 他就想 我怎么来到美国来当哈佛大学的学生 是不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我们不能坐在这个 这班车上来反对 我们上了车就反对下车 还没上车的人 是不是 所以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考虑一下 要说到这个学位的问题 我是来自毕业于一个 州立大学的 这个 PhD 但是我儿子呢 就很有办法 跟小平先生一样 是哈佛大学的 医学博士 同时他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头衔 是MIT的PhD 所以他有两层最高的 甚至于还 比小平还要高那么 点点 还高那么一点 这个大学 你那个机会都比我 都比我难拿 这个我 我倒并不是说 他有多大了不起 我曾经在对外面说 说我年轻的是比他聪明 你们看了他哈佛大学 他年轻的时候比他还聪明 他为什么 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因为美国大学 这种是英才 私教 英才录用的 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他们完全是 思想是开放的 所以我们再想想 这移民之余 美国的重要性 我们单说现在的 Elon Musk 大家都知道 是来自于南非的一个移民 他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人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Elon Musk 特斯拉的这个汽车的这个 所以我们再看 现在美国的卫生部长 上次到台湾去 阿萨尔 就是来自于巴勒斯坦的 一个移民 黎巴勒斯坦的移民 这个我们再看 中国的移民 在加州做出了 接触的贡献 首先 TikTok 那就中国人发明 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 后来在 在Macrosoft做雇员 后来他就发明了 TikTok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这个Zoom 我们现在正在用的Zoom 这个System 也是了一个来自于 山东的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学校的 一个学生 他现在是Zoom的 发明者 我们再看 YouTube的发明者是谁呢 是来自台湾的一个 留学生 他做成了这个事情 现在美国最大的 两个半导体制造公司 是不是 一个叫NVIDIA 一个叫AMD 他们的两个的CEO 老板 发明者 都是来自于台南 台湾的台南市的一名 所以我们 要看到这个移民的重要性 看到移民重要性 所以哈佛大学 给我们的机会 不单是制造了 他的绝末人 而且 我说他的伟大志在 他这种宽容 包容 他知道 人 是需要交流的 我记得 中国 曾经在十年二十年强 二十年强 踢进这个奥运的 世界杯的足球赛 后来很失望的下来了 后来这个当时的 中国足球队的教练 是一个南斯拉夫人 塞尔比亚的人 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中国的人种 太纯 人种太纯了之后 她好像 在足球运动当中 她这个爆发力不足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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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道理 所以 人种的混杂 是对于有好处的 所以 今天我们 小平同志 实际上 谈到的是 一个安全和移民的问题 矛盾的问题 安全 国家安全 和移民 之间的 一个关系问题 当然里边 牵涉到学术问题 安全问题 等等 许多许多许多的问题 这我不能说 我只能说 我的儿子和淳小平 一样是 是受贿者 受贿者 给你们脸上贴光了 贴近了 不是脸上贴近了吗 哈佛大学 我儿子到这 生气的很 这个道理 是我 我讲的这些问题 可能小平同志 还要考虑 是不是 这个我举了很多事情 比如那个 Facebook 老板 Zugberg 哈佛大学 他老婆 恰恰又是一个中国人 是南京来的 哈佛大学 两个人一碰上 又发生了火花 就结婚了 就又发生了一次 一种 异族的结合 又发生了一种 新的一种 形象 是不是 我儿子也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 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哈佛大学的传统 是不断地培养 绝贸人 这个绝贸人 就像 陈小平 或者像那些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所有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一定是有 创造性 什么叫创造性 颠覆旧思想 就是创造性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单靠美国 这个纯种的人 是得不到 世界冠军的 一定要靠 外来的人 那么美国大学 最看得起 是什么学校呢 我可以告诉你 两个学校 最看得起的 是招收研究生 我不是说 这个招收 undergraduate 是招收研究生 最看得起两个 第一个 中国科技大学 比学生 来的都是好的 他们发现 第二 印度科技大学 甚至于比中国 还要好 是不是 所以这就很厉害了 是不是 这两个学校 比其他地方 都来的好 为什么道理呢 这两个 国家的人 很希望自己上进 很希望爬上去 又爬上去的 这个愿望 他们就有办法 很努力 所以我就今天 这个对小平 这个我上了你车 的一个感想 发表到这 第二个问题 小平同志 如果小平 你如果反对我 这样继续讲下去 你可以随时举起手 来 我就停下来 好不好 谢谢 这个我是讲 移民政策的宽松 对大学有利 但是现在这个 移民政策的宽松 跟两个东西有关系 一个是当下的 两党关于疫情问题的政策 和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 一个是可以说一个短期 一个中期的一个角度 再就是文化视角呢 是我讨论这个问题的 一个深层的一个角度 哈佛大学 是美国的这个文化的 一个象征 但是最近出现这些 象征性的文化象征 里面出现的一些 象征性的动作 让我很担忧 这个哈佛大学的走向 也担心美国的走向 这是我今天节目的 核心的一个内容 谢谢杜先生的补充 我再讲几句 可以 好 这个今天呢 小平先生又在这会 他主要我想他有个内容 就是在批判政治正确的虚伪性 批判政治正确的虚伪性 这点上次我在讲话最后 他又上来总结了一下 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 我想政治正确 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 政治正确 它的反面是什么呢 是事实正确 事实上是正确的 所以有些东西 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事实上是不完全正确 那些事实正确的东西 事实 factory factory 就是事实上是正确的东西 那往往是不可言的 不可谈的 那么我们就讲这个民主的问题 民主的反面就是集中 是不是 这个问题 毛泽东是屡次谈起 他为什么要谈呢 因为他想当皇帝 是不是 他想当皇帝 他就不断地强调 集中的重要性 他是不是说 美国是不是要集中呢 要办任何事情都必须要集中 我们美国人民真正的选举权 达到的一种民主 也仅仅是这两个月而已 从11月选举到1月份宣誓为止 两个多月的时间 其他的事件都是由一个总统一个白宫来处理 是不是 你有问题 你倒告到法院去 我不管 是不是 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个就是事实 要办成一个事情 就必须要集中 是不是 办不成 不集中是办不成事情 但是民主 打嘴巴仗 是搞不下去 但是 我们完全告集中 那一切是皇帝的 这是要有问题的 中国的朝代 三百年就要翻个儿 三百年就要推翻了一次 是不是 如果中国的政治继续这样搞下去 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 信息 世界里边 他想维持三百年是很难 很难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 政治正确 表面上是讲民主正确 民主就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 政治正确 但是民主这个东西 在美国人民里边 完只完两个月 其他的时间都不是 不是你完的时序 是吧 其他的三年零十个月 都是集中 是不是 然后给你们一个机会 两个月 翻一次 是不是 翻不了 翻不了 那是有投票决定 所以 政治正确的反面 是他的 事实正确的 那么我再来谈一个问题 我今年已经很大年纪了 所以看这个问题 也无所在乎 是不是 那么大家讲 天下最基本的事情 一个婚姻的问题 你们说 一夫多妻子正确呢 还是一夫一妻子正确 对不对 那么从圣经来看 旧约和新约 因为研究人类学 所以不得不研究 人类圣经 犹太人 就是一夫 多妻子 古代啊 不是今天 一夫多妻子 最优秀的人 才有传宠 最优秀的男人 才有传宠 接待的机会 大部分男人 是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在古代的巴勒斯坦 就是 不是不是 以色列这个地方 曾经有过一个城市里边 有 迈淫非常严重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用一夫多妻子 造成 是啊 所以上帝惩罚了这个城市 颠覆了这个城市 我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就一个城市 那人都知道 那么 人家说 一夫一妻子 是 当前世界各国推行的 台湾 秘密在反对的 他是可以让某些人 有几个老婆 有钱 你养几个 是你的事情 台湾就要怎样 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那么 这个问题 那我反过头来看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优秀呢 那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们在古代的时候 是实行了 男性的基因的选择的 那就是 一夫多妻子嘛 是不是 经过了这个选择之后 所以他的后代 就变得非常优良 对 非常优良 那你如果从 纯人种学 纯这种 你就堕入了一种 亚利安主义 或者是希特勒的 这个 他认为亚利安人 高于犹太人 世界上都被犹太人搞回去 把犹太人全部 他能抓多少 抓多少 就杀掉了 是吧 所以 我们对这个问题 但是 你说在今天 我们还继续推行 这个 继续推行 这个 一夫多妻子 可不可以呢 可以优选人种 是不是 新加坡就这样 好像是 你是初中毕业的 可以升几个 高中毕业升几个 大学毕业升几个 在李光耀 曾经推行过 在今天 是不是继续推行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 政治上 是不正确的 但是 它事实是正确的 所以事实是正确的 所以事实正确和政治正确 表面正确 是相反的 但是 我们今天 我们说 我们还能这样推行 这个 一夫多妻子吗 是笨的 我们只能实行 一夫一妻子 我们只能实行 一夫一妻子 真实行的 一夫一妻子 而且 我们只能实行 一人一票制 在政治 两年 四年一次的选举上 我们只能实行 一人一票制 那么 我们孔老夫子 早就讲过了 中国传统 叫 为女子和小人 男阳 这孔夫子 孔夫子 孔夫子是政治上 就是非常不正确 但是它事实上 正确不正确的 我就不谈了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 传统上有很多 你们家这话 捣乱捣猪 一会儿吧 算好吧 你就叫我歇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说 事实正确和表面正确 是不一样 是不是 我们 你所讲的是 事实正确 对不对 但是 你事实正确 你能做吗 你不能做的 是不是 好 就谈到这 小评语 你加个评语吧 谢谢老朱 谈了那么多 有的时候 我没有看法 就是中午聊天 我就敢而发 没敢 我就不发了 再往下 下一个 林先生 小冰老师好 您先生好 昨天晚上非常抱歉 说的话太大声了 也太激动了 让你 今天特地来 向你道个歉 昨晚你说 我都忘了 你忘了就好 忘了我就不说了 你提昨天的事 我早已经忘了 因为我节目太多 我根本就 只能记单下 记不了 我认为的话 哈佛 哈佛大学 包括任何个大学 在中国来说的话 都是党生产出来的人才 系到哈佛大学 包括现在 有很多人都好 都是党生产的 你真正汇集到 普通的百姓的话 中国底层百姓 还是中三层的百姓 是汇集不到的 因为你首先要入党 才有这个资源 任何个大学 生气到美国 他没有 他再优秀的话 没有入党 打死我的不幸 他能去到美国 包括你现在 上到高中都好 你的成绩一好一点 他就叫你入党了 这是实打实的 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 中国人的命运 第二个 就是说 哈佛大学 反正就是说 所有的大学 大学只是一个门槛而已 任何的 任何怎么说呢 不管他再有名也好 还有 以后的话 我相信还有更有名的大学 今天呢 你美国的政治 我不管是谁当前 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 只要他能 确实的 使美国更好也好 以中国 能改变中国的民主 那样的话 我认为 他能反共 反集权 我都支持 这个是我 最基本的观点 因为我不是说反共 因为这个国家 他现在这种机器 确实不能 废集所有的 中国人民 所以我反他 他所做的 都是在那 用假大空 在蒙骗全世界 是吧 还有下面的朱先生 那些历史古迹 人是往前走的 不是往后看的 后面看了太多了 永远都是停留到 后面的时代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所谓的五千年 实际考察才三千年 这些孔老夫子 我也没见过 我的这个文化 就是事实 理论是 你说让我信神 我信神 知道吧 人要有慈善之心 有了慈善之心 哪个都是神 没了慈善之心 永远都不是神 谁都不是神 你天天去拜神的 也没用 天天唱耶稣 也没有用 忏悔 人有慈善之心 善首先唯一 但是说 总体来说的话 像现在 中国 这样的话 他 我站在美国的角度的话 认为美国做的正确 你刚才所说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如果像那样的话 因为 他和教育出来的人 回来 去祸害人 那这样的大邪 叫出来的魔头 去危害 这个国 危害别的 弱势群体 不可能 每个人种 是优秀的 因为我出生在 这个地球上面 我是享受有 这个地球 带来给我的 平等的物权 什么男人女人 知道吗 人除了不止 除了男人和女人 人的生命 还有一个 来到这里 短短三万多天 是吧 只是说一个历程 我想这个历程 每个人都希望 是光彩的 我这个不是说教 三万多天 人仅此而已 一天24小时 60分钟 是吧 一小时 我相信 小平博士 我相信 有很多东西 美国站在 他是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他所谓的政治正切 他确实是没办法的 现在不管是 拜登政府 还是特朗普政府 所谓的那些神 还要讲究理论 其实美国 如果造成 今天的防疫局面 你说国民素质 也就是太放纵 也好 还是怎么样 才会死了20多万人 是吧 这一点点 我表示 真的是非常同情 和真的是感觉到 是感觉到很悲哀 人真心的是说 毕竟死的是人 而不是畜生 而不是动物 人要有怜悯之心 其实我挺那个的 对那些受害者 我挺 真的是那个 因为毕竟这个 病毒的东西 有很多 普通民族 不管是 昭吏大学的教授 到现在 虽然研究 单方面的 所有的 其实病毒学 不是你 专空一个 政治就够了 这个人 活到老 学到老 有很多政治学 所有的建筑学 其实每个人 每个行业 特别是 像病毒 像医学行业 我认为的话 每个人都应当要去写 基本的医疗知识 这样的话 既能保护自己 也能保护他 也能服务他人 因为有很多的 简单的 医疗知识 像病毒流传这些 病毒是怎么传染的 这些是最简单的 其实有很多人 都是忽视了 就好像这个 油炸的东西 吃下去 是吧 就不会怎么样 就知道香 而不知道 它带回来的 会引导到 违胖的那些后果 中国所有的人 都是不会去考虑 这个问题 只知道好吃而已 我认为的话 美国政治 现在它站在 那个风 它对大协的亲戚 包括哈佛大协 是很正确的 但是说 有很多方面 它没办法 因为美国政治 已经进入分界点 也就是说分界点 要不就是 现在不亲戚 也介事 只是说中国 它跟中国 跟中共 两个人 两个人 在这打贸易战也好 还是怎么样 在这 在这跟中国 这边拆你 跟中国这边 怎么样拼搏都好 但是说 它是没办法 只是刚好 这个风口 也就是说 风口上面的猪 都能飞起来 这就好像是 刚好是 现在不是说 那些问题 就是说要政治正确 因为美国 这个导向 它已经靠 这个方面发展了 你所谓的移民 其实 美国再怎么样的移民 真正的汇集 是没有汇集到 中国的老百姓的 这不要 都是前贵家族 真正汇集的 小平博士 你也自己心 你也在 你在心里面也清楚 你也是中国出气的 也移民过去的 你大概也知道 中国政府的那些 那般操作 我就不想多说了 我的话说完了 小平博士 这个我唯一不同意 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 清洗的问题 不是清洗 现在 美国政府 或者叫白宫和国会 谈不上清洗 这个 哈佛大学 化学系的那个案子 他如果犯罪了 那么就是法院审判 那么是犯法 不是清洗 那个政府方面呢 他如果要做事呢 他也只是说 啊 强调 去执行 已有的法律 啊 你看那个 你说说外国礼物 25万美元以上 就要 报告 那么你没有报告 我现在东村里报告 那么 如果你不报告的话 我可能要起诉你啊 那个 你也不能够 啊 这个像这个城管 逮着一个乱摆摊的人 就罚款啊 写罚款单那样的 没有啊 美国这边 你要罚款 你要找法院程序 你政府罚不了款 所以 政府还要花钱去打官司 有的时候就不打了 啊 这是美国的问题 再就是呢 对这个大学这些问题呢 大学要抵抗 肯定要抵抗啊 你要限制我的这个 学生源啊 啊 那我要抵抗啊 那么 美国国会只能通过法律 确定新的法律 来解决问题 我估计 美国也就是有这些招 现在啊 叫制度框架以内的招 来对付这些问题 嗯 至于这个文化战争的部分 现在真的没有招啊 这个文化战争 对美国来说一个长远的问题 大家在啊 似于非的问题上 差距都那么远 这个时候就更加谈不上情形 就是一个啊 有的时候有人通过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件啊 来形成共识啊 有时候通过一个案件来形成共识 比如说这个大学 他凭什么要断掉华为的这个资助啊 根本就不会断嘛 然后美国国会 美国政府起诉了华为啊 那些 马省啊 普林斯顿啊 一看啊 华为真的那么厉害啊 我先停了 我看看嘛 他也只能达到这种地步 所以说你先可以看见 能够对他们有所作用的 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啊 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清洗 美国没有清洗这个事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事 嗯 好了我们再接一位 哎小平您好 你好 哎大家好 呃 我就想说这么几点哈 首先呢 我是在移民方面哈 关于移民可以 呃 充沛美国的智库 就是美国的这个智力的 这个这个宝库啊 啊 不是一般意义的商量的智库哈 可以给美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我这一点是同意的哈 但是呢 同时呢 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呃 很多啊 就是比如说像敌对国家哈 就是借用这样子的一个 呃 机制呢 来做一些损害美国和 损害危及到全世界 和平公正的事情上哈 那你说你你你你你你美国政府 你美国学校能不能够 哎 把那个啊 北朝鲜的和伊朗的科学家请来 然后教他们最好的啊 啊核武器的这个知识呢 那我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哈 但是我一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是非常同意啊 这个移民呢的确是源源不断 美国活力的这个一个来源之一哈 所以我觉得为了解决这个办法哈 只有把中共 也就是说共产中国给他定性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 把他认定为一个恐怖组织 啊 就是说中共是恐怖组织 然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是一个就是敌对国家 把他定性了以后呢 那么我觉得我们既可以保护啊 那些就是说啊 其他国家的一些智力人才来美国 也可以呢限制了那些敌对国家的人啊 来美国学习科技文化啊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否则的话 你你只是用一个签证法啊 或者只是用一个什么签证的一种 行政上的一种手段去卡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长久之极啊 呃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而且呃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不老 这个这个这个 唯一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把中共定性 给他一个定性 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 给他一个定性哈 呃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呃 那个哈佛大学拿了这个救济款的问题哈 呃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网上有很多对哈佛大学的批评 也就是说他们拿了天亮的救济款啊 而且同时呢 他们把他们食堂里的工人都给解雇掉了啊 因为学校就是说呃 都都都散了嘛 那那些学生都回家或者怎么样去躲避疫情去了嘛 所以食堂里的呃可能就不用开火了什么的啊 他们就把那些最最最脆弱的 这些工人啊经济经济经济能力最最脆弱的 最没有能力啊抵抗疫情的这些工人把他们给解雇掉了 同时呢他们拿了政府的呃救济金 那这个就是非常无耻这个就是表现了哈佛大学他们一边在宣传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啊啊不是所谓的就是他们口里宣传的政治正确普世价值但是他们做的他们对对最没有抵抗力的弱者啊的这个手段是最恶劣的就是说最卑鄙的我相信很多说实在的很多那些小的企业啊 小的工人啊小的饭店他们都会跟自己的员工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但是哈佛大学呢就非常无耻这个就是他们这种最最最那个这个这个正面目给我们看到了哈就就也就是你说的那种虚伪啊 啊还要您刚才提到了那个就是白人女性支持川普 而且好像那个比例还多过那个白人男性哈 呃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话感兴趣呢因为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话题哈 而且是带出来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在这个呃您的节目里面好像那个呃和平吧 啊和平他还说什么呃什么呃就是urban mom suburban mother哈 就是那个郊区的那些妇女啊呃郊区那些呃主妇们啊都反都非常反对川普哈 我觉得他是错的完全是错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就呃郊区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那些呃呃家庭里面的主妇啊 不一定就是说家庭妇女就家庭的主妇有孩子有丈夫的这些妇女 他们是最反对antifa最反对那个呃呃那种在街上呃呃就是为了什么呃呃就是就是就是借机 就是为了政治呃呃操作啊打砸抢的这些这这些行动 然后他们对民主党对这些打砸抢的行动啊就是听之认知啊是最最最不满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呃这群政治力量应该是在这方面应该是非常讨厌 呃就是民主党的这种表态的啊好我说完了谢谢 这个物物提的这个将中国定为敌对国家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不大可能啊他白宫的这个川普政府呢把中国定为竞争对手啊 就这个问题上美国都还有争论呢啊那么拜登先生一上来说美国的头后威胁不是中国是俄罗斯啊我们只跟中国是竞争对手啊你甚至估计连头后竞争对手都算不上啊这就是在还不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在这个你的对手是谁的问题上美国啊你可以看全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上面的这种分歧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如果真的定为敌对国家的话呢确确实实有法律的后果啊 例如说这个在某一上哈佛大学就不敢去收这个中国的这个钱了啊这这是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立法的一个问题啊立法的问题 如果立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话不可能达到再一个目标而立法这个问题呢他没法过拥抱什么派这一关啊现在有赞成跟中国啊这个发展交往的美国的这个国力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啊川普政府只是把这个啊奔驰的这个列车呀啊杀了一下车而已啊这个车还是像往中国的方向在开啊大趋势上还是往这个 那么我我我感觉这个拜登政府上来后要把川普政府杀的这个车这个这个这个刹车的这个啊刹车啊要把它松开啊让这个车再往那边开啊因为川普政府现在就拜登政府选的这几个人啊曾经说过要让中国啊强大起来啊要让中国强大起来啊只是说要让中国在一个新的规则基础上强大起来 这不是放说实在话我不想说粗话对不对啊就这个样子你都杀不住中国那个车人的中国强大起来你杀什么车还让中国去才新的规则将来随定规则都不知道呢所以说这一批这个全球主义分子啊看不上川普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一个政策 这就是问题的麻烦但是他为了这个选举政治的需要他要把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军否定掉啊在这嗯那么的拜登现在算一个中间人了他的战略是要把美国搞强大啊美国搞强大他的方式是美国政府要出面投资基础设施发展高科技 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其实你拜登先生的一句话国会两院能通过吗 吹什么牛啊所以说 拜登你也就在台上弄不好过两年以后民主党把众院丢了 再过四年民主党把国会丢了美国政府啊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循环啊把白宫丢了又一个新的循环 所以说跟中国的这个游戏远没有结束 由于这种波动性他难以形成一个关于关于中国问题的共识啊 真的很难形成一个共识没法形成他只是在这种剧烈的波动中啊 宁静时刻来那么一锤子到头了啊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最乐观的一个结构 偶尔时候有一个人杀下车啊 你就冲着东西精英对拜登的支持 他怎么可能把全球化的这个列车杀住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搞全球化怎么样把中国搞这个敌对国家啊 全球化的国家就是冲着中国去的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全球化啊 没有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中国化 说白了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非常可悲的一个一个现实 中共人中国的人民再怎么勤劳伟大 他不可能创造 中国加入WTO以来这样一种伟大的成就 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西方这一批熊猫派对中国另眼相抗 我才把这个局面做成这个样子 现在他们不反思还要往回开 这是麻烦在这 这是最大的危险在这 我们再接一位 总加速师 小平先生你好啊 非常好 这是我 谢谢你 知道最后啊 这个因为 因为因为因为我是我是在那个推特上看到那个谁推荐 你是你是在那么华人圈里面 等法力最多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老想 现买现草现卖 这个很多 因为我是我是比较喜欢何欣然他写那个书 他写过那个物 这什么物所中国吧 我读过那个书 那个书非常好写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他的推特 所以这刚才咱就说这个 我就想 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小平先生 就咱们谈谈一下 你现在对美国的这个法律 有多少 多大的信心 对他的未来有多大的信心 美国的法律是很干性的 这个 法律是干性的 但是这个执法的人员呢 他是弹性的 他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这个这个意识形态 第二呢 受这个政治形势 政治形势的影响 这个党派政治对美国司法系统的影响 最明显的体现在法官的提名过程之中 那个基本上被党派政治所主导 因为从巴雷特的这样一个提名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党派政治深深的镶嵌了 这个法院的这个提名的过程 但是呢这个法官一旦被提名之后呢 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地 这个非地呢 他党派政治的影响 我觉得不是主要的 那么我曾经专门做过这个一个节目 就是说 法官们进入自己位置上之后呢 他大体上是根据自己对司法的理念的把握 来来判案子 大幅的波动的都没有 像这个罗伯特罗伯茨这样的一个人啊 这个 波动算相对大的啊 波动就是首席法官在一个位置 他波动算相对大的 别的人波动都没有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法官的问题还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这个政治角逐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相似不下的时候呢 法院就会到这里来寻诛 为什么法院会寻诛呢 就是他会趁机在这里头呢 把自己的势力做大啊 让自己他本来在商权里头是这个 分量最低的一拳啊 他没有军队也没有钱 对不对啊 他靠军队去 做后动去执行自己的判决最后 因为你看阿肯色州那个案子 就是靠军队去执行嘛 101空降师去的嘛 对吧 他要靠国会拨款啊 给他来发工资等等啊 他都在这里他夹在中间的 最后他上位还要经过国会的煎熬啊 给你脱几层皮 这个过程 一旦进入那个位置之后 他有某种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受司法良知和政治形势的影响 那么美国历史上啊 受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进步主义法院时期 他把法院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工具 极其发挥他的主观轮动性啊 这个东西在美国最后法院的历史上啊 有争议的啊 有争议 但是往往因为这种作用 也对人们在重大关键时候 对最高法院扮演政治机构的这种功能 有某种看法 某种希望啊 如果最高法院掌握不了这个分寸的话呢 会把自己埋葬了 那个掌握的好的话呢 他可以搭便车啊 把自己的势力做大啊 所以这最高法院在这些问题上呢 他真的是强头草要见分死舵 那么最新这个流出来的最高法院 关于这个得罪案子的这个东西啊 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 我还不知道是真的真的假 我听了那个人的一讲话啊 是一个视频的演讲 说最高法院人担心这个暴乱啊 担心暴乱 这种情况对最高法院并不新鲜啊 真的不新鲜 他真的需要介入某个案子的时候 他要做政治家的判断 太不新 太这个情况经常是发生的 所以说你要把他们当活的人看待 这种人他们也生活在 不是在一个生活中 生活在美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 那个这么多法院的案子 他有的这个大选舞弊的官司 并不是全部认为他没有merit 没有merit 不是meritless 他有的时候是程序规则给你弄回去的 他没有回答官司里面提到的 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他没回答你们的问题 他回避了 他为什么回避这些问题啊 是不是 很多人都希望这个法院 就这个舞弊的实质性的问题 有一个裁决 这样的话让大家 争论的各方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最高法院就不扮演这个角色 他就扮演这个角色 这样的话 他让各个联邦散述巡回法院 去扮演这个角色 他就把这个压力封上了 所以现在这个政治激烈对峙的接关头呢 最高法院现在处于这个防卫阶段 大家就总的态势处于防卫阶段 这个对最高法院的攻击 主要来自于民主党这个repackaging的这种压力 这种民主党对最高法院这种repackaging的压力 并不是一天两天 而且 佐治亚州的这 参议院的第二轮选举 谁赢谁输还不知道 如果这一次民主党赢了参议院 真的可能对最高法院搞repackage 这也是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担心 他们不敢得罪民主党 而民主党用于repackage的这个 这种牌打最高法院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阿里托法官在联邦党人的演讲中 谈了这个事情 你看那个演讲 纽约的一桩案件 纽约的一桩案件 就是因为第二修制案的案件 最高法院活生生的不敢接 为什么呢 纽约州的一位参议员威胁 要对最高法院repackage 所以阿里托最后说 最高法院现在 你面对坦克指着你的窗口 你怎么办的问题 实际上最高法院现在处于的位置 我们要有清楚的意识 最高法院现在地位非常的危险 好了你继续 总加苏斯 要练着了 怎么给mute住了 对不起啊 刚才怎么给mute住了 非常谢谢你啊 非常谢谢你 就是给我解释这一番 这个关于这个 美国这个最高法院 现在我就 我有一个感觉 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我就感觉就是说 是现在的美国这种 在政治正确下的一种引导下 其实背后都是一种 金玉其表 败蓄其中的伪君子 他们都是 其实现在 现在美国的法律 我就感觉到 就和那个 和咱们国家 中国的法律 没有什么两样的 他也成了表着牌坊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对不对 他有自由新政 就是说 最高法院得罪这个案子 他要接的话呢 法界界也会反对 但也有支持的 也会是两派意见 他有谈性 这个暂且不说 是这个最高法院 这个问题啊 就从地方法 你比如说 因为我是 你比如说是那个 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当时在那个 密西根 密西根他那个听证会 理论上讲 他那个听证会 你应该是 就是说是 作为那些议员来讲 那些议员 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比较懂法律 所以起码应该是那吧 你看看那些人 他就是站到那 明目张胆的 就在那胡说八道 明目张胆的 他就是根本 根本不承认事实 就是说是 理论上讲 你听了这个 你听证会 你提问是 就是说是 对于他这个 就是作证这个人 的证言 对不对 有哪些疑问来提问 而不是说是 像那个人 那个光头 那个人 我闹不听 叫啥 说是 这个东西 你说是 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对不上 是有什么 重复了 怎么我们那个什么 他叫什么 他好像就像一个 注册的那个表演 这两个 这两个就 就没有那么off 那么多 就能对得上 你废话 他这么做了 毙了 他可不能对上 这最基本的 一个事实 你看那个 乔治亚州 那女的 那个不要脸的女的 人家把那个 video放出来了 他说是 我们去调查来 minutes by minutes 好像是这么 好像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minutes by minutes 都没问题 难道你是说是 他说那个谎话 都比这个视频的 真实性强 他所以说 他现在 现在包括 你加入诗 这个 司法的证据标准 和议会听证的 司法的标准的 要求的 这个程度 是不一样的 这个 我们呢 这个 容易被 这个 我们基于自己的立场 容易被 这个听证会上的 提出来的证据 所这个 所感动 但是呢 有一些证据 也许到法院去 也不能用 但是我 我不认为 这个是这次 在听证会上 展现出来的 所有的证据 它没有价值 对 那也不要认为 所有这些证据 都有意义 这个你说的非常 这个你说的非常 他要制证 要不断的去制证 那么两个人 如果都不一样 他还要找专家来 他要动用更多的资源来 那么 从11月3号 到12、14号 这一段期间 发生这些官司吧 真的 他时间是很紧的 不太容易 这个 在取证 这个程序上 和证明的这个效力上 有一件封头的 这个效益上呢 完全满足这个要求 是很难的 对 另外啊 我就 因为那 其实上个礼拜 我就 我就靠近了 结果是后来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明白 就是说是 你比如说 他这个作弊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死人投票 或者是有什么 假身份证投票 诸如此类的 如果说是拜登 那 川普这个 川普这个选举 判聘 选举团 如果说是 去报警 那他会怎么做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他 你让川普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问题 就是川普 他这个 他这个判聘 他不可能说是 收集那么多的情 把那个证据 你比如说 就是假票也好 是死人投票 whatever 就是这样 作弊的这种情况 全都收集到 正好这个数就 已经 我收集到的这个数就 对不起 就足以推翻这个 推翻这个州的这个 人数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报警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 报警没有 报警 报警这个 美国的这个告示 大家要行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政治问题 法律解决 他会有这种倾向性 因为政治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政治问题是一个开放讨论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说你的 你可以 我可以说我的 你有你的立场 我有我的立场 争夺的是人们的感情 而不是争夺最后的一个事实 事实问题 如果有一个裁判所的话 事实问题是在法院 这个媒体 这个也关于事实 当然了也有感情 那么在议会里头 很多时候争夺的是人们的感情 有些东西我们要分开 游戏 游戏这个东西 他争夺的东西不一样 法院 法院他最后能回答事实的真实性的问题 但如果法院他不说这个案子 没法回答你真实性的问题 我在这个节目 这个给大家传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 2000年大选的时候 最后为什么法院 这个 把这个案子给按下来的呢 那是在一个没有事实前提之下 没有一个最后事实前提之下 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等于说 有时候你把这个官司打到法院去 我只是告你 未必有真相 我早就在我的节目里讲过 就是说 法院在他的运作的时候呢 他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这个机器齿轮 或者自动齿轮的正常的运作 看作比这个事实的真相还要重要 2000年那个就是 他到12月12号晚上 他把案子拍下来说 你佛罗里达案子不能再点案子 不能再去点了 点到无穷无尽的 没有没了啊 然后他在法律上找了一个理由 那么这个案子至今还是有争议 这个最高法院讨论 该不该接德州的案子 这是州内的事情 你接什么接啊 就有种观点 你不应该接啊 那么有的时候你要接的话 为什么接2000年布什苏格尔的案子 那是佛罗里达州的案件 你为什么接啊 所以说 这个法官在收案的问题上 他有很大的自由新政 对这个宪法和联邦主义原则的解释上 他也有很大的一个自由的新政 但是呢 我们当我们计算法院 获得事实真相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没法通过法院 获得事实真相 那么法院基于一个别的考虑 他要把这个案子结束 今天的这个官司 不管你多少舞弊的这个 这个指控啊 那么很多人不服气 对啊 但是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就是 你甭指望了 对不对啊 没有什么最后的事实真相 因为这次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啊 说有人把这个 美国参议院这个级别的 说有人把这个选举结果偷走了 是不是 他又在强化了这个选举舞弊的 这样一种印象 当然呢 他不追究这个 他不准备去追究了 他说我们要基于这个 这次的教训 为未来做防范 他就没有追究的一个意思 那最终参议院也不能还你真相 当然美国政治最后要运作啊 1月6号要点票 点完了以后 1月2号新的政府要上台啊 如果没有上台的话 他们要想踢的办法啊 这个东西的考虑 大于现在对这个选举舞弊的这个追究 那么我们就 看到结果就不是啊 是你不希望的结果 这个这个当然就说 我当然是希望川普过去赢 但是呢 就是说 那这样说下来的话 那你其实 那美国 就是我刚才说 那美国的法律 都不就成了表格排放 谁都能作弊 作弊完了 没事了 那和中国呢 造假一样的 中国为什么 所以我就 老百姓认为作弊啊 参议院 作弊啊 这个法院到现在 没有认为一个作弊 为什么我就 我一开始我就问你 对这个美国这个法律的信心有多少 我现在 我真是没有任何信心 我对这个美国 没有信心 我以前我觉得 我以前我 我那会儿 只要他们一说起来 我说这一方不会的 那一定会 这次 哎呦我的妈呀 很多人跟你一样 而且你看啊 小平 你看 你看就全那 二个人去鼓吹 美国的三千万分力 最后发现 美国法院 这次是这样 失望了 对啊 而且你看就前一段时间 那个 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那打砸墙 那烧 那和那砸日本车 是一样一样的 对 没有人去恢复秩序 对 因为恢复秩序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恢复秩序的问题 而是说是 他就想让什么时候来就来了 想让什么时候走就走了 当时咱们国家杂志们 说不就这样了 招之之来恢复秩序 想让你什么时候出来就出来 想让什么时候停就停 那你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你说 你说他还会 那下一次那不就是更 那只能在这个基础上 越来越严重 他不会比这个 不会比这个好国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一个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谢谢你 我没办法 因为有些问题是 你的看法问题 因为 那是 我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你比如咱们国家 咱们国家为什么造假 在中国啊 你们说为什么造假 很险 因为他政府对那种 是一种放纵 包括地方政府 有了 有哈欠人的造假 他不说是逮这个造假 他是那么逮罪举报的 最后 尽管他也是口里含那样 有多少样的法律 有多少这个 那个多严厉的法律 但是呢 他逐渐逐渐就形成这样 现在在这地方 你看到的也是这样 他给 我早就听说过呀 而且我也看到过 哪一次来 我看那个报道 有个那人把什么 几张选票给扔 邮递人把几张选票给扔了 判了五年 罚了几十万 他就说是 哎呦 干扰大选是重罪 这了 现在这么多问题 放到这儿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这个正常 我不是说是非要 我确实非常希望 创造大选 但是就是说 你从一个正常发展的 前提来考虑的话 那下一次 你可以想象到是什么样 指控的责任是交给法院 他不指控你没办 他最后不判你罪 没办法 这就是 判 确定指控 最后结果是法院 法院他如果不解决的话 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有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是 川普他能看病报警的话 就说是发现有这个 有作弊的了 我报警 那警察 那我不知道 这就FBI 报警就可以报警了 报警最后要交个法院去处理 还是在法院 报警首先就是他这个 就是FBI或者是CIA 我闹不见什么 FBI现在原则上不支持 说没有舞弊证据 现在大规模舞弊证据 他报了 现在没有一个 所以现在 FBI指控的还没有 又回到我刚才那句话 那不就成表中采访了 他想说有就有 想说没有就没有 FBI他必须去拿到这个证据 他才能去指控 那你必须去调查 你现在不调查 那不就没有 他是没调查 对 对不对 我报警你不调查 完了你说没证据 那不就成表中采访了 那就是他什么时候想做 他就做 什么时候他不想做 他就给你了 没证据 这个不是那么悲观了 我觉得还是这个 证据要强化 要 你 小心 当然你说总统 美国总统都只能是做到这 你说说一个普通老百姓 如果说是发生一个什么案子 他不要接受 不接受你 你普通老百姓能干啥 你有多少钱去打官 这川普还是好来说吧 不管怎么说 他还就是 不管他怎么解极了 就是大家给 捣耐了两亿多 还有点钱 如果你个人遇到 如果这个案子有答案的话 就是指望法面一层层的去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你还想解决问题的话 那你就是搞街头运作 你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你就像BLM一路一样的去 去 思维 去游行 那么 在BLM运动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有偿游行的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报告 对啊 他们钱去 这样的话 也不至于像中国那样 给钱给人参与抗议 最后政府说你颠覆政府 美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知道不会 但是 你必须给参与人 发钱去抗议 他也是第一 宪法修正保护的言论自由 所以说 美国有一定的制度空间 你可以去游行 那么你还不服气的话 那么你政治解决 那么现在有人号召 政治解决 那么是你去搞政治解决去 反正是各种各样 因为我们讨论问题 总有一个 有一个视角 就是第一 你赞成在哪个范围内讨论 因为你这个现在讨论 没有编了 我没法 就是在某一个范围里 跟你讨论问题了 你认为法律上 已经没有用了 对 因为我现在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美国 我对美国特别的悲观 至少是我理解 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什么希望 就是我记得你刚才说过 其实即使就是川普上来 他也只能是 slow down这个speed 他并不能阻止 对 他也只能是slow down 拜登上来 就是快一点 川普上来 就是能阻止一下 能不能把它就是彻底的转向 我觉得很难很难 你就看这次 无论所谓的 所谓的那些王不但 所谓的精英阶层也好 所谓的那些财团也好 你看都是不顾事实 在那胡说八道 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了 已经 胡说八道也是 严重自由 他们想搞的 我老陈是 严重自由的鼓吹者 在我这边 我提大实力 对了 你刚才 包括造量 包括谋谋论 我曾经说 都是严重 你刚才 你刚才说那个 就是付钱抗议 那个算不算违法 是合法的吗 合法呀 他们这个政府逮捕的 只是说你违法的 破坏警察线的 那个伤害警察的 是逮捕这些人 逮捕了一万多个的 就是付钱 付钱去抗议的话 那是合法的 对 合法的 对 这个跟北京不一样 北京的你要看一步了 另外发现有钱 他更要灭掉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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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还不是 还是不能把美国 跟北京比 北京跟美国 我不是我不是跟他比 但是你其实 他就朝着那个方向去了 已经 他已经朝着那个方向去了 要警惕对 他已经朝 不是警惕 已经在那个方 就是你看那个黑人 那个那个 那个最典型了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在竞选的前几天 这帮孙子 不要用这个 对不起 这个词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说 你看在芝加哥 我估计你也看到过那样子 就是芝加哥 当时有一个那个黑人 坐到车上 是因为警察是怎么回事 就开枪把那个结束 他是把旁边坐到车上 那个人给打死了 有个那家属人 是反抗的 当时我还先想 我说这怎么现在 Black life就matter了 但是这个这个 这个昨天 我的嘉宾还批评这个 这个对警察报道的 这个里头的问题 这个黑人杀黑人 不是种族问题 那属于治安问题 警察杀黑人才是 种族歧视问题 只要有一个杀的 那么也会成为今天 今天这个闹出 今天这个动作 他说芝加哥 这个每年杀掉多少 七八百个人 黑人互相杀 没有主流媒体去报道 那么警察 一年杀一两个警 出现两个黑人死亡 那么就实际的 往种族歧视的方向去报道 他昨天正好批评这些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当然正好说起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 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 这matter no matter 都无所谓 他就是什么时候 想出来就出来 什么时候需要了就出来 黑人应该关注 黑人命运观察的话 确确实实是你这个 芝加哥这么严重的 这个黑人死亡问题 太自在关注 就是在大选投票前几天 芝加哥不是有个黑人女的 在那 那是让警察给打死 好像警察和那个司机开伙了 完了之后呢 那个坐到驾驶 驾驶执照上 好像是那么回事 我具体没细看 但是肯定是在 就是坐到驾驶 坐到这个副驾驶旁边 这个人呢 让给打死了 是个黑人 他们也不闹了 当时我还心想 这个Black Lives Matter又来了 结果根本没动静 根本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以现在已经 就和杂志们 黑人 打黑人死亡的事情 已经不是新闻 因为太多了 那么警察要打掉一个 打死一个黑人 那就是大新闻 绝对是新闻 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而且是什么 现在这帮人呢 他就不讲理了 你首先 你就说是他 你看他 不是不讲理 他有他的理 从这就开始 告诉你 告诉你 这就是我说的 在政治正确下 包庇的都是一群 金预其表 败序其中的伪君子 坏透了 好 谢谢啊 非常谢谢你啊 小斌 你老板现在说话 越来越像靠近CGP了 好记忆也可以批评我们 在我的这个坛子里头呢 这个你可以批评 何先生的观点 但你最好不要批评 何先生的个人 弄不好的话 以后我连我这个留言区 都没有了啊 你没有注意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后果啊 所以说尽量的 不要批评我们何先生 个人批评他的这个观点啊 这个东西啊 另外一个这个 他真的继续靠近CGP 他也是这个言诺自由啊 由着他去说 那么我只保证我啊 这个不靠近CGP就行了啊 我不我不 我的话不这么讲 就是这样 何先生表达什么观点 完全他的自由 啊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啊 星期五的大小屏呢 啊 这个我就结束了啊 这个 啰啰嗦嗦的啊 两个多小时 嗯 啊 有一些人埋怨 这个嘉宾说的声太长 因为平时没有机会 让观众和我做交流 所以我在今天 在星期五这节目呢 稍微放松了一下 这个节奏啊 让大家畅所欲言啊 昨天晚上 每个人只有三分钟 很多人不过瘾 所以今天这个星期五 让大家把话讲完啊 啊 终归啊 最后还有节目要结束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被迫 就是说让这个 总加入书是最后一个 反应不介绍新的提问了 啊 那么今天节目呢 啊 我就结束了 我这个观点呢 算我一家自言啊 不 这个 不同意的欢迎批评我 这个啊 我的观点 另外呢 这个 啊 也有打赏的观众啊 我要表示 感谢啊 嗯 我看到有几位官 有几位 有打赏是吧 那个导播给我的名 给我的那个名单吗 嗯 好像我没拿到这个名单 嗯 还有呢 就是这个啊 谢谢我们导播啊 制作 我的节目一定比较长 所以说 那个导播呢 要这个 啊 要比较辛苦啊 最后感谢我们导播 嗯 好 最后呢啊 祝大家 周末愉快 嗯 这个纽约现在 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纽约的观众呢 注意安全啊 美国的观众也注意安全啊 那么让大家有机会啊 下一次 再在这个节目里 能不能聚会 好 再见 我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